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电梯已经满园 而护送病人上电梯的四个医生之中 有两男两女 其中有一个是王小萌强拉硬拽 帮忙疏散病人的 然而没想到那个被他拉下来的医生 居然一脚把多余的他踢出了电梯 虽然王小萌自己想站出来 可是被人踢出来 这心里无论如何都会不爽的 郑小萌,你个混蛋 王小萌指着电梯门大声怒骂 可惜升降机已经下去了 再看看另一个电梯 电梯停留在七楼 王小萌连忙上去按键 郑小萌,你个混蛋 你等我下去我弄死你 王小萌恨恨地说道 嘴里头骂骂咧咧的 可是电梯停在七楼 却怎么也不上来 啪啪两声 王小萌恼度地拍了几下电梯按键 是不是连电梯都嗅到了 然而,让王小萌惊恶的是 不单止这边的电梯上不来 另外一个电梯居然也下不去 停留在了七楼 电灯依然在闪烁不停 不单止电灯 连电梯的提示灯也在闪烁 就如同电力不够一般 这该不会出什么事故了吧 王小萌按道 慢慢地把耳朵贴近电梯口 在细停之下 楼下突然传出几声惨叫来 王小萌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电梯是不可能了 只能走楼梯了 王小萌转身就朝楼梯跑了过去 楼梯的灯光依然闪烁 灯光也异常幽暗 楼层的人已经被抽空了 不单止八楼静悄悄的 楼梯更加让人头皮发麻 走着楼梯只有自己的脚步声 挥荡在楼梯之间 王小萌战战兢兢来到七楼 七楼的大门紧闭 不过这种门没有反锁的 王小萌上去就推开大门 然而就在推开的一刹那间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脸庞 那张惨白色的脸 正瞪大双眼望着的 此人正是王小萌 要弄死的郑小勇 你 你干嘛 虽然几经想法 要怎么弄死郑小勇 但是看着郑小勇 在七楼出现 顿时就慌了 郑小勇的眼睛一动不动 慢慢地往王小萌这边倒下 而站在郑小勇的身后 赫然是一个 穿着兽衣的陌生人 王小萌瞪大双眼看着那身影 当他看清楚那人的表情 瞳孔大张 嘴巴张成了欧字形 只见那身影的脸变得皱巴巴的 嘴边还残留着很多血液 那长长的獠牙露出唇外 脸上黑乎乎的 似乎一层发虚 死心裂肥的叫喊声 传遍了整个楼梯间 下意识地关起门 两只手紧紧地抓着 两扇门的门板 救命啊 王小萌大叫了一声 可惜整个楼层里的人 基本都已经被疏散了 没被疏散的 恐怕都已经死了 砰的一声 两扇门受到重击 咣当一下 门上的玻璃突然出现一双手 那双手的指甲起码两寸长 抓住两边的门框狠狠一推 王小萌整个身影倒飞了出去 头部差点撞到楼梯上 王小萌的眼泪刷得一下流下 整个人都懵了 两扇门被狠狠地扯下来 已经烂得不能再烂了 丧尸沉闷地喝了一声 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一半 朝王小萌走了过去 已经吸足那么多个人的血液 僵尸的肢体已经脱离了江的束缚 从绿江达到毛江的境地 他的脸上都可以看到毛茸茸的东西 这就是毛江最为明显的特征 这僵尸也分好几个等级 紫江 白江 绿江 毛江 飞江 飞江已经是异常罕见的一种僵尸了 这种僵尸更加难对付 相当于狮黄的存在 而在飞江之后 还有一种非常恐怖的僵尸 那就是游狮 游狮被称为狮仙 不过这种死尸几乎没有听说过 如果硬要说有的话 那就是僵尸的鼻祖了 别说是飞江 就算是毛江 那也是很罕见的一种僵尸 王小萌此刻已经被僵尸吓哭了 眼泪汪汪的躺在楼梯上 慢慢的往上挪动 僵尸上前抓住王小萌的上衣 张开血盆大口 眼看就要咬到王小萌的脖子 就在这一刹那之间 僵尸的嘴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把铜钱剑 没咬到王小萌 却啃着铜钱剑 对铜钱剑免疫 哼 我就不再几个小时 你他妈就出来给我捣乱成这样 庞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僵尸的身边 抓住僵尸的后衣 转身站到僵尸的身后 一个过肩栓 把僵尸丢到刚才的门口 哼 流氓 看到庞昊 王小萌哭得更凶了 差点没上去抱住庞昊 嘿 没事了 你先下去 庞昊看了看手中的铜钱剑 铜钱剑对僵尸没多大效果 而且这个僵尸都已经成了毛僵了 僵尸翻身而起 动作非常的灵活 突然有人出来制止 怒火飙升 举起双手就朝庞昊抓了过来 可怜的王小萌还没开始下楼 僵尸突然杀回来 顿时就往楼上跑了好几个阶梯 庞昊转身一脚 愣是把僵尸踢转了好几圈 差点又甩在地上 毛僵也算是非常恐怖的僵尸了 不怕法器 不畏倒数 纵跳如飞 被庞昊踢了一脚的僵尸更加暴怒 纵身一跳 右手爪子狠狠朝着庞昊扫了过来 庞昊一正 暗中想到 这僵尸怎么那么眼熟啊 该不会是千葬没成功吧 往前两步 站到了飞跃而起的僵尸底下 伸出石中两指 哼 前金直 冷横一声 石中两指 垫在了僵尸的腹部 本来飞跃中的僵尸 突然朝上飞了过去 汗雷咒 又是冷横一声 一道指尖雷电 飞快朝僵尸轰了过去 碰的一声闷响 僵尸直接撞到天花板上 楼顶都快凹陷进去了 庞昊连忙转身上去 把王小萌带下来 站到楼梯口 快下去 那 那我的同事呢 王小萌转身往门口看去 不单只是他的同事 甚至连几个病人都挂了 剩下没看到尸体的 也不知道有没有死 他们都死了 庞昊沉声道 碰的一声闷响 僵尸掉落楼梯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闷响声 这一下僵尸彻底发飙了 翻身而起 一个闪身朝庞昊杀了过来 庞昊一正 毛江这非常难对付 他比谁都清楚 他身上携带的桃木剑和铜钱剑 对着僵尸 根本就没多大用处 第八十二章 本来还想对付僵尸的旁号 转身抓住王小萌的手 就朝楼下跑去 哎 还不走啊 都说了 他们已经死了 目前他还没想到 怎么对付僵尸 不过值得深究的是 这僵尸到底从哪来的 从衣着上看 跟之前放在停尸房里的僵尸 很相像 莫非是罗桂成 故意没有把尸体下脏 砰的一声 庞昊的腰间一通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连带着王小萌一起 飞到了楼梯平台上 啊 好疼啊 王小萌捂着头顶 痛叫了一声 还好他是撞到庞昊的身上 如果是撞到墙上 恐怕小命难保 庞昊感觉整个身板 都不对劲了 起身把王小萌拉到一边 咬牙看着僵尸 鼻子有些发凉 磨了一下 发现已经流鼻血了 不知道为什么 僵尸居然发出了笑声 而且这笑声还非常的难听 操 笑你妈逼啊 庞昊怒不可结 伸出手掌 一道掌心雷轰然出现 跳身上前 手中掌心雷再次一抛 僵尸浑身颤抖 掌心雷出 一个飞升而起 直接撞到门板上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连门板都被撞飞了 哼 怕雷电 小猫 你先下去 我收拾这僵尸 庞昊没心一颤 转身朝僵尸追了过去 奔跑之中 伸出右手掌 一道掌心雷轰然出现 王小萌瞪大了眼睛 看着庞昊的背影 忽然有一种难以表述的感觉 转身追到楼梯口 瞪大双眼看着 他居然不怕 还拿在手里玩 王小萌好奇地看着庞昊 脑海中充满了无数个疑问 庞昊站到门口 整个楼层的灯光 都在不停地闪烁着 地上还躺着几具尸体 僵尸撞起来 差点就飞身下楼了 因为入口对面是一片窗口 还好有墙面 否则的话 说不定真的飞下去了 哼 我送你一程 庞昊手中的掌心雷 一抛而起 朝僵尸丢了出去 僵尸吼叫了一声 就地一滚 轰的一声闷响 整个墙面爆裂开来 掌心雷穿过 留下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洞口 暴力痕迹 直径至少一米左右 楼下传来一片哗然 显然警方还没把人群疏散 警士翻身 伸手在旁边抓起医院中的排椅 起身就朝庞昊这边砸了过来 庞昊连忙展开鬼影七星部 闪身从侧边而过 整个楼层突然传出轰然巨响 排椅砸到了门口边上 哼 前进植 庞昊冷吼一声 来到排椅旁边 石中指用力点在排椅上 整个排椅翻肥而起 朝僵尸砸了过去 僵尸双脚一用力 跳伸而起 落在椅子上 哼 铁的排椅 看你还死不死 冷笑一声 一道掌心雷又丢了出去 掌心雷顺着排椅而去 啪叉一声 僵尸顿时就弹跳而起 累似如坐针毡一般 起身就朝出口跑去 哼 想跑 庞昊追了上去 楼梯平台上 传来一声惊叫声 王小萌摔在角落 一脸惊愕地看着僵尸 狂奔下去 抱着胸口一脸的惊恐 哎 我不是叫你下去吗 庞昊赶紧追出来 差点没给王小萌给吓到 还好这僵尸 没把王小萌带走啊 庞昊上前 抓住王小萌的手就走 嗨 快点下去 要是让僵尸跑出去 恐怕事情就闹大了 说完右手伸出 一道比之前更大的掌心雷 又出现了 把僵尸给我拦住 不惜代价 庞昊冷叫了一声 王小萌一愣 被庞昊拖着走 我 我怎么拦住啊 我没跟你说话 王小萌又是一愣 转头看了眼身边 似乎在场的 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还能跟谁说话呀 正想问庞昊的时候 掌心雷突然像活了一般 脱离庞昊的手掌 在原地转了一圈 闪电一般的朝楼下追去 你 发现庞昊打出的掌心雷 居然跟他自家的宠物一般 听话地朝僵尸追了下去 王小萌惊恶地瞪大双眼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轰隆一声 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整个医院的大楼都晃动了几下 庞昊一证 这掌心雷搞什么鬼呀 暗自捏了一把冷汗 正想加速下楼 却发现 王小萌可不会归影骑行步啊 来 我抱你 庞昊丢下一句话 抱起王小萌 转身就朝楼下追去 然而踩到平台 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隆声 但是这一次 不是在这边的楼梯间 庞昊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又忍不住地骂道 卧槽 我就知道这玩意儿不靠谱 跑到楼下的时候 突然发现 五楼和四楼的楼梯不见了 钢筋也已经断了 往下看去的时候 楼梯都已经被轰成渣了 在一楼下面 到处都是水泥碎片 唯独不见僵尸的踪影 庞昊的脸都白了 放下王小萌 转身狠狠地拍了一下墙 嗨 我不就是稍微发力了一点吗 犯得着把医院大楼轰成这样吗 起得庞昊瑟瑟发抖 慢慢坐到楼梯上 咬牙说道 这可是楼梯啊 要是医院追究起来 我拿什么盆啊 哎 你说的到底是谁啊 王小萌小心翼翼地问道 庞昊深吸口气 手抓了几下自己头发 嗨 没说谁 我自作自受 你 你真是毛山弟子吗 此时的王小萌也彻底相信了 尤其是看到楼梯变成这样 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嗨 我其实啊 也不算是毛山弟子 只能算是俗家的吧 我哥跟我说过 没到毛山拜过祖师爷 只能算是俗家的 庞昊也没隐瞒什么 你哥 啊 我哥呢 那其实就是我爸 我爸比较闹啊 没事的时候 总喜欢让我叫他哥 庞昊苦笑了一声 刚才的楼梯 是被一种叫做 掌心雷的掌法给轰跳的 我爸曾经跟我说过 我的八字属性是逆五行 也是五行相克 跟他的八字相反 所以他跟我说 我很难掌控掌心雷 一不留神就会酿成大作 哎 等等 你爸怎么会要你叫他哥呀 王小萌对那些什么五行的 不太懂 倒是一个父亲 要儿子管他叫哥 这就很不能理解了 其实啊 这个很简单 因为我们八字相反 又或者说相克 民间不是有很多任气之说吗 八字克父母 那么称呼改了也就改了 第八十三章 民间呢 有很多任气之说 任气就是任别人做父母 管自己的亲生父亲 叫伯 叫伯母 又或者叫书叫神 当然 任气的前提 是这个小孩的八字 克父克母 这样的话可以避开 而我也很好奇啊 从出生会说话开始 我爸一直让我管他叫哥 说着 庞昊自己也觉得有些胡闹 摇头苦笑道 一直到现在啊 我仍然管我爸叫哥呢 王小萌点了点头 也不知道听没听懂 反正有一堆的原因 那我们还坐着干嘛呀 为什么不去找僵尸了 王小萌又问道 唉 不用找了 僵尸肯定在这一层 庞昊有些无力地站起身来 最主要的是 我还没想到 用什么方法对付他 说着 庞昊突然想起了 背包里还带了一样东西 连忙拿下背包 打开一看 之前准备好的五星盘 到现在都还没用过 唉 这是什么东西啊 王小萌靠近一看 他此时似乎也没了害怕的表情 医院肯定不单只是两个楼梯出口的 庞昊应该值得庆幸 如果掌心雷把所有出口都炸了 到那时候那才是真头疼 这医院大楼 那还能要了吗 哈 这是五星盘 我爸亲手制作送给我的 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五星盘 庞昊拿着五星盘 手心有些出汗 从来没有使用过五星盘 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其实 五星盘主要的功能 不是罗盘的功能 所谓的独一无二更多的是针对庞昊的体制 五星逆转 相克而逆转 五星盘的制作当然也是相克而衍生的 像庞昊这种道数 多数都是以功为主 与法科有很大差别 法科主要是诵经静坐 修炼气质 犹如先锋套骨一般 当然法科不单只是包含静心打坐那点事啊 还有算命之类的 也算在法科之内 这玩意儿有什么作用啊 怎么对付僵尸啊 是不是抓着这玩意儿狠狠擦僵尸就成了 王小萌说着 还故意示范出来 庞昊满脸的黑线 其实要跟什么都不懂的人解释 就等于是把口水吐到海里去了 但这王小萌的解释还是非常奇葩的 用五星盘敲脑袋 亏他想得出来 哎 你在这等我啊 我才不要 王小萌打了个冷战说道 庞昊另外一只手从背包里拿出指南针来 这只僵尸的阴气很重 尸气更不用说了 很难对付 我怕照顾不过来啊 我不管 反正我是不会一个人待在这儿的 王小萌挺直腰板说道 看庞昊好像不动容 又说道 你如果带上我 我就不告诉别人 这楼梯是你弄坏的 院长可是我舅舅 这楼梯本来就是我弄烂的 庞昊白眼一翻 那如果我说这不关你的事 那效果就不同了呀 王小萌嘿嘿一笑 庞昊显得有些无力 如果真要赔偿 估计这辈子都别想离开医院了 带上你是可以 但你确定了 不管我说什么你都要听我的 知不知道 王小萌如鸡卓米一般点头 伸出开刹手指 露出胜利的微笑 庞昊上前两步 仔细地看了眼地下 地下留下了几个微微发黑的脚印 再看看门 门板上的玻璃已经破裂 但却没有碎掉 上前把门推开 手中的指南针方向晃得很厉害 说明这里的气场不稳定 阴阳失调 走进门口 是一条长长的走道 走道里的灯光 那依旧是闪烁不断 反而是八楼的灯光 已经渐渐停下来 王小萌小心翼翼跟在庞昊身后 因为害怕 手还抓着庞昊的背包不放 哎 流氓 有没有找到僵尸在哪儿啊 才走进来 王小萌小心翼翼地问道 别说话 庞昊伸手摸了摸鼻子 已经止血了 谨慎地看着周围 地上的东西显得有些凌乱 有些病例还丢在地上 大部分的科室里 死气沉沉的 像是荒废了好几年的医院一样 其中一个科室里 还有一盏吊灯掉下来 不断地在晃动 发出吱吱的声音 庞昊来到科室门口停下 指针的方向变了 正是指着科室的方向 王小萌心跳加速 硬着头皮跟了过去 他此时不敢独自一个人 待在一个地方 转身走到科室里 庞昊慢慢地把手中的五星盘 递给王小萌 哎 帮我拿着 千万别丢了啊 说完又从背包里 拿出了之前被僵尸咬过的铜钱件 科室的摆设很简单 周围的墙上都是电脑桌 一台接着一台 但桌子上 大部分的文件都已经掉落地面 而在科室最里面的位置 有两个厕所 窗口外边 用不锈钢的防药网封起来了 来到科室的中间 也就是那个晃动的吊针 突然不动了 不单只是吊灯不动了 甚至连手中的指南针 也不动了 庞昊的眉心一颤 慢慢抬头看去 这一看才发现 吊灯上突出了一大块 正好是吊灯这个位置 庞昊无奈地摇了摇头 刚才进来的时候就应该发现了 如果僵尸再聪明一点 兴许真的难以发现 转身找了一张滑动椅子过来 就放在吊灯的中间 后退了几步 踩住椅子往上一个空翻 狠狠一脚踢在了突出来的位置上 咔嚓一声 吊灯上传来咔嚓声 吊灯的木头突然裂开 一个身影掉落地面 头落在了椅子上 哎 五星盘给我 庞昊转身叫道 王小萌吓得差点转身就跑 联盟丢出五星盘给庞昊 转身站到门外 探头进来 生怕等一下跑不掉 庞昊切到五星盘的同时 僵尸飞快起身 刷了一下朝庞昊的咽喉而来 速度飞快 眼看就要被抓到 庞昊连忙后退了半步 提起手中的青铜剑 五雷剑法 眼闭 趁僵尸招式还未进 就第一滚 分别在僵尸的两腿 刷刷劈了两下 翻身而起的时候 已经绕到僵尸的身后 刷的右一下 劈在了僵尸的左边肩膀上 随之又一个360度旋转 劈在右边的肩膀上 庞昊原本以为僵尸不惧怕法器 然而没想到 五雷剑法的位置 却能劈进去 第八十四章 其实这个五雷剑法只有五招 招数很简单 却很不平常 五雷剑法主要讲究的是 快 准 狠 主要攻击五体 分别为双脚 双手 头的弱点 要做到快准狠 这五招必须要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不得有分好的差错 否则的话不会有任何效果 庞昊虽然算不上炉火纯青 可是为何能如此精准呢 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好奇 最后头部也是最后一招 这一招是绕到僵尸跟前进行的 庞昊旋转至僵尸的前面 然而僵尸的反应不慢 等庞昊绕过来的时候 僵尸已经转过身 不管了 先试试颈椎 说着上前狠狠刺入铜钱剑 果然铜钱剑真的能刺入僵尸的体内 庞昊有些欣喜 但这并不代表已经除到僵尸了 僵尸突然吼叫了一声 刚才被伤到的地方 突然冒出一股黑气来 庞昊冷笑一声 后退两步 把手中的五星盘放到地上 伸出五指 放到五星盘 那五颗不同属性的石块上 尖锐的石块刺破了庞昊的石腹 鲜血流出 刚好每只手指一滴 随即轻轻拧动了一下五星盘 突然 就在这个时候 五星盘突然发出了强烈的光线 分别为五道光线 中间突然出现一枚针 不仔细看 以为是指南针 其实不是指南针 那是一枚固定在中间的针 而那枚针的周围 有五个不同的字眼 分别为 针 魂 施 雷 魏 五种 指针指着针 不知为何意 这还是庞昊第一次使用 也不知道这破玩意儿 真正的功效是什么 老半号结果 五星盘不要随便乱用 否则的话会形神俱灭 这五星盘的功效非常强大 其中最为惊人的是魏 那么魏是什么意思 其他四个字又是什么意思 庞昊暗中想到 正在好奇之际 庞昊的脸色突然一变 整个人都不对劲了起来 体内的灵力开始翻涌 怎么回事 我体内的灵力怎么开始流失了 庞昊惊恶非常 连续的五声咔咔声响起 五星盘突然消失不见 绝而代之的是庞昊惊恶的一幕 就在僵尸周边闪出四个身影 加上庞昊在内就是五个 定眼一看 那四个身影长得跟庞昊一模一样 看到这一幕的庞昊 更加惊恶的合不拢嘴 这就是朕啊 还没开始动身 整个身体颤抖了一下 庞昊感觉全身的力气瞬间消失立板 一个脸颊向后摔倒在地上 五行杀阵 就在庞昊刚才站的位置 突然出现一个身影 也跟庞昊一模一样的 幻音刚落 五个身影纷纷扑向僵尸 分成五个不同的方位 开始厮杀起来 而且他们手中的剑 庞昊见所未见 刷刷的声音不断响起 庞昊还在剧烈地喘着气 本来以为这些都是虚拟出来的人 跟他没关系 然而 等真正所谓的五行杀阵开始之时 庞昊突然感觉 全身的力气又不断地在消耗 僵尸突然传出一声怒吼 但是这一次的吼叫 逐渐减弱了下来 五个身形不断在身边周旋 而阴气和湿气不断在溃散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庞昊整个人就已经累得不行了 虽然是个阵法 但是消耗的完全是 他自己体内的灵力以及气力 等五个身影全部停下来之时 地上只剩下一副骨骸 骨骸身上穿着一套破烂不堪的兽衣 本来消失的五行盘 转眼出现在庞昊的脚下 那五个身影也随之消失 终于都搞定了吗 可是我的身体怎么回事 好累啊 庞昊按道 感觉脑袋一阵的悬晕 险些晕过去 门口的王小萌脸色苍白 他已经忘了说话了 也忘了进去扶庞昊一把 庞昊有些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汗水顺着脸颊低落 就好像经过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活动一样 第一个是阵法 如果连第一个阵法开启都吃力 切记打开第二个 庞昊的脑海中想起了他父亲的忠告 这第一个阵法就已经这么吃力了 那第二个既不是要非常强大的道行才能开启啊 慢慢抓过五星盘 此时五星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血液也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一副躺在地上的骨骸 不管怎么样 总算是搞定了僵尸了 把五星盘收起来 起身尝出了一口气 转身正准备走出门口 然而就在这时 只见王小萌的身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着一个身影 而那个身影的眼睛 冷冷地看着王小萌的脖子 这种感觉就好像老虎看到肉一般 馋得口水直流 然而那个身影正是被尸毒所侵的死尸 此时已经变成了半人半事 庞浩本想出声打招呼 但是这么一叫 还不得把王小萌给吓蒙了呀 想到此处转身抓起地上的骨骸 哎 小萌 接着 王小萌本来还没反应过来 此时定眼一看 骨骸已经朝他飞了过来 王小萌惊叫一声 转身就想跑 然而就在转身的一刹那 直接撞到了那个半人半师的身上 王小萌自然地向后倒下 庞浩本想跳过去 然而此时他已经没有多少灵力 人还没到 王小萌就已经掉到地上了 那半人半师弯着腰抓住王小萌的双脚踝 用力拖把王小萌拖了下去 张开血盆大口 眼看就要咬到脖子 庞浩用手掌拖着铜钱剑 石中指在铜钱剑身上抹过 随之用剩余的灵力轻轻一推 铜钱剑飞快从半人半师的头顶 飞了过去 铜钱剑掉在僵尸身后的地上 虽然这一招威力不大 但是这些半人半师 顶多是白江的实力 铜钱剑在他身上穿过 就好像豆腐一般 没有任何压力 翻过山的王小萌 看到张着嘴巴的半人半师 惊得又是一声尖叫 哎 你快点进来 外面应该还有很多半人半师呢 庞浩差点又躺在地上 脸色苍白了好几分 第八十五章 庞浩已经接近虚脱的状态 脸色苍白 全身无力地坐在地上 王小萌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状态 灵滚带爬跑到科室的内部 上前抓着庞浩的手臂 哎 流氓 他们 他们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都中了尸毒了 作为一个医生 应该了解 凡是尸体都会产生一种毒素 比如说尸斑 跟尸体接触久了 连活人也会被传染尸斑呢 啊 他们是中了尸斑的毒啊 啊 不是 他们中的是尸毒 刚才被我杀死的僵尸身上有尸毒 一旦被他咬过的人都会被感染毒气 庞浩无力地解释道 慢慢地闭上眼睛调息 如果按照目前的状态 想出去 估计小命难保 被感染过的死尸叫半人半尸 又叫白江 这种僵尸怕人群 但不怕单一的人 庞浩的声音逐渐变小 渐渐没了声音 那半人半尸会不会跑进来啊 王小萌转头看去 庞浩已经闭上了眼睛 顿时花容失色 慌忙地摇晃着庞浩 喂 流氓 你别死啊 你死了 我怎么办啊 流氓 你醒醒啊 别丢下我一个人啊 王小萌开始剧烈地摇晃着庞浩的身体 庞浩没好气地睁开眼睛 嗨 你能不能消停一点啊 我若是不恢复体力 恐怕离死也不远了 王小萌一震 差点没吓得丢开庞浩就跑 但发现庞浩还活着 擦掉眼泪 尴尬地笑了笑 庞浩重新闭上眼睛 整个科室都安静了下来 王小萌躲在庞浩的身旁 眼睛看着外面 闪烁不定的灯光还在继续闪着 科室内很安静 但外面时不时地传来 哐当的声响 那些中了尸毒的半人半尸 正在游走着 王小萌紧紧盯着门口 整个科室就只有门口能进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三个身影慢慢地靠近了门口 看到地上躺着一具 已经解决了半人半尸 纷纷停下来 王小萌倒吸一口凉气 慢慢地躲到庞浩的身后 偷偷瞄着门外 哎 流氓 你倒是快点啊 半人半尸已经杀到门口了 王小萌小声在庞浩的耳边提醒道 半人半尸本来就对人气非常的敏感 尤其是活人 此时王小萌开口说话 而且呼吸的还是两个人 三个半人半尸 纷纷转头看着科室里的两人 半人半尸鼻子动了动 这气息不正是活人的气息吗 哎 他们进来了 进来了 王小萌颤抖地推着推 庞浩的后背说道 半人半尸突然好像异常地兴奋一般 吼叫一声朝着科室里窜了进来 王小萌顿时惊慌 林王又推了庞浩几下 哎 流氓 你倒是醒醒啊 半人半尸进来就没有停下 来到庞浩的身前 举起单手就朝庞浩抓了过来 王小萌瞪大双眼 想也不想抓住庞浩的两个肩膀就往后拖 庞浩睁开双眼 狠狠地一脚朝半人半尸的腹部踹了过去 翻身而起 从背包里拿出桃木剑 跳跃向前 刷刷的几声响起 三个半人半尸立刻停住了身影 碰的几声闷响倒在了地上 庞浩站在门口扶着墙 喘了几口粗气 转头看了眼 王小萌说道 过来 王小萌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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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起身 绕过半人半尸来到庞浩的身后 被杀死的半人半尸 体内的尸体会随之散去 虽然还不能完全解除尸气 但至少在此发生异变的机会小了 庞浩把手中的桃木剑递给王小萌说道 这个你防身用 记住 凡是在楼梯上出现的 都有可能是半人半尸 王小萌慌张接过桃木剑 桃木剑本身它就不是很重 庞浩深吸口气 转身走出门口 捡起地上的铜钱剑 走 去哪儿啊 王小萌问道 我把剩下的半人半尸解决 你想办法下去 庞浩提着铜钱剑 左右遥望 两边都有半人半尸在移动 不过眼前这些半人半尸 很好解决 不像是僵尸 一直杀到八楼 在八楼碰到三四个还活着的人 估计是之前王小萌乘坐电梯逃出来的 庞浩的上半身都被汗水给打湿了 脸颊上也在不断地滴着汗水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就好像是盛亏虚汗一般 哎 既然你们都活着 知道这里还有什么出口吗 活下来的人有一个医生 三个病人 哎 我知道有出口 王小萌看了眼庞浩 你想知道出口 为什么不问我呀 知道就好 咱们先出去 庞浩点头说道 之前来的时候 下面的楼层死尸并不多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总算是解决了医院的问题 庞浩整个人都软绵绵的 十楼上面 有短短的通信通道 通向另外一栋楼 因为那边是妇产科 婴儿比较多 所以两栋大楼连接在一起 回到一楼下面的时候 庞浩如获大赦一般 整个人都软在了地上 哎 流氓 你没事吧 王小萌连忙上前 把庞浩扶起来 庞浩摇了摇头道 啊 没事 你们先出去吧 我到停尸房那边看看 庞浩有些晃悠的转身 差点站立不稳 扶着墙 缓缓而行 王小萌有些无奈地摇头 上前扶着庞浩说道 你都这模样了 你还要到停尸房干嘛呀 嗨 冯昆在停尸房 之前他打电话给我 说这边有僵尸 庞浩担心的是冯昆 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才是 王小萌嗷了一声 啊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僵尸啊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荒诞呢 这件事不会传出去的 反正看到僵尸的人也不多 医院的监控会被销毁的 其实啊 这个僵尸并不可怕 有些人比僵尸恐怖多了 如果说僵尸无缘无故地出现在医院 打死庞浩他也不会相信 肯定是有人故意而为 尤其是罗贵成 罗贵成把僵尸引到医院来 目的就是为了杀庞浩 为他徒弟报仇 先不说那么多了 赶紧打电话 让你舅舅放心 庞浩咳嗽了几声 王小萌嗷了一下 拿出手机翻找医院长的号码 反倒是庞浩自己的手机响了起来 庞浩一愣 诧异地看了眼王小萌 拿出手机说道 你确定没打错电话吧 打错什么 我没你的号码 第八十六章 拿出手机一看 原来是龙豪打过来的 转身背靠着墙说道 喂 哎 庞浩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听说你下来了 龙豪大声问道 电话那边还有些吵闹 啊 是 我在停车房这边 对了 僵尸已经解决了 你上去清理现场吧 庞浩还想打电话 跟龙豪说一声 没想到现在他反倒打过来了 啊 真的已经搞定了 那我现在准备派人上去 你要不要现场监视一下呀 要是还有情况怎么办呢 龙豪急促地问道 那你到停车房来找我吧 说完 庞浩挂掉电话 王小萌刚好也挂了电话 回到停车房 打开门就看到 左脸上肿着一大块的房柜 庞浩眉头一皱 盯着冯贵的脸 啊 浩哥 你总算是回来了 你快点 医院那边有僵尸啊 我刚才逃走的时候 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被人踩了一跤 冯贵看到庞浩迫不及待地哭诉道 冯贵身上的衣服有些不整 好像匆忙穿上似的 被人踩了一跤 你没被僵尸伤到吧 庞浩无奈地叹了口气 风贵摇了摇头 没有 没被僵尸咬死 差点就被人踩死了 没过多久 就看到龙豪匆匆忙忙过来 哎 庞浩 你小子好狠啊 医院的楼梯都被你弄塌了好几层啊 哎 这件事那也跟流氓没关系吧 反正那也是迫于无奈的 王小萌站出来为庞浩解释 庞浩现在没那么多说话的力气 拿过王小萌手里的陶木剑递给龙豪道 如果还有半人半师 用这个对付他 啊 这是木剑 用他来对付半人半师 什么是半人半师啊 龙豪诧异地看着手中的木剑 王小萌自己转身 跟龙豪解释去了 庞浩有些无奈地摇头 拍了拍冯棍的肩膀 没事就好 你继续上班吧 我要回去休息一下 冯棍嗷了一声 上前扶着庞浩 哎 那浩哥 我送你回宿舍吧 不用 等一下医院肯定会混乱 你一定要看着师房 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了 说完 庞浩转身离开 也不理龙豪和王小萌两人 听说王小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龙豪忍不住双手抱拳 尤其是听到王小萌说的 如果不是郑小勇 估计他第一个就被僵尸咬了 刘马 我送你回去吧 王小萌上前 扶住走了一段路的庞浩 庞浩侧脸看着王小萌 王小萌的脸上有少许泥沙 胸口露出四分之一 钩槽特别的深刻明显 那天晚上就已经看过这身体了 凹凸有致 让他夜里极度痴迷 哎 你平时都这么穿衣服的吗 庞浩停下来问道 王小萌看看庞浩的眼神 看看自己的胸口 本能的一巴掌就伤了过去 啪的一声 庞浩一个脸间 差点摔倒在地上 单手唬着脸 委屈地看着王小萌 王小萌的这巴掌 在风中凌乱 尴尬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啊 本能反应 正要回房的冯棍和龙豪两人 朝庞浩投来好奇的目光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哎 我可是个病人 你平时都这么对待病人的吗 庞浩没好气地问道 啊 不是 我平时对病人都是用刀说话的 你的眼睛有问题 我帮你开一刀看看呀 庞浩打了一个冷战 连忙撒腿就往外面走 这一次痘僵尸 庞浩休息了三天时间 体内的灵力这才恢复得七七八八 这几天算是比较安静的 之前红衣女孩的尸体 已经送到停尸房 因为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养骨重骨的事 竟然也没有任何发展 罗贵城好像也没有再出现 但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在进口周洞村 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说是有一个女孩子 死在周洞村后面一座大山内 而且异常怪异的是 这女孩子是自杀的 其实这是警方自己的事了 庞浩也不想参合 兴许有人骗过去 然后先奸后杀的呢 所以这件事 庞浩也不想理会 然而后来却发现 女孩死得不奇怪 奇怪的是 那块诡异的风水宝地 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已经三天过去 养法医并没有死去 但脸色却异常的差 说腹部时不时 还会传来强烈的疼痛感 好像有东西在移动一般 到医院做检查 却什么都没查出来 就说养法医有点肠胃炎罢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到了第三天 养法医的身体便是出现了异常 吃什么吐什么 胆汁都要吐出来了 要么就是上吐下线 无法形容他难受的程度 第三天早上 爬号恢复的七七八八 正准备休息 晚上好上班 至于那些怪事 也没有再发生 不知道那些都是意外还是什么 还没有躺下 门口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 庞昊也没在意 在宿舍有人走动 那也很正常嘛 哎 庞昊 在不在啊 门外传来养法医的叫声 庞昊手里还捧着书 踩起来不久 这几天都快睡颓废了 庞昊起身 准备椅子给养法医 而陪同养法医来的 还有阿斗 哼 你们俩怎么来看我了 过来看我也不给我带点水果呀 庞昊 黑黑一笑 这么说就有点厚颜无耻了 但是庞昊 纯粹只是开玩笑而已 哎 看什么呀 你赶紧给养法医看看 这家伙上吐下泻 肚子很不舒服呀 阿斗转身掏了包烟 丢给庞昊 哎呀 这几天呢 折腾得我要命 去检查 医生说 我的肠胃炎就完事了 我现在是没办法了 只能来打搅你了 养法医虚弱地说道 嘴唇毫无血色 庞昊皱了皱眉 养法医不来 差点就给这家伙忘了 连忙上前 方开养法医的眼皮 养法医白眼球发红 似乎这几天都没睡好觉 加上那憔悴的面容 苦毒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可是我们现在又找不到 到底是谁下的苦 那怎么办呢 阿斗 你干脆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这样痛苦下去 我怕撑不住要咬人呢 养法医转头对阿斗说道 哎哎哎 你也不用这么丧气 机会还是有的 只不过要耗费的时间有些长 庞昊拍了拍膝盖 起身打开装满法器的柜子跟前 打开柜子 从里面拿出一包红色的坟墨出来 第87章 庞昊从柜子里找出一包红色的坟墨 转身坐回位置上说道 这是朱砂可以暂时缓解你目前的急症 说着 庞昊解开袋子 用勺子轻轻弄小半勺 在饮水机打了半杯冷水 把朱砂放进去搅匀 朱砂对人体的胃有一定害处 不能长期食用 但目前暂时只能用这个方法缓解了 彭浩把朱砂水递给洋法医 洋法医看着红色的水咽了咽唾沫 目前别说是吃朱砂了 就算是喝尿他也愿意啊 抓过杯子一眼而尽 嘴角还流出红色的水分 哎 这不会吐出来吧 阿斗诧异地问道 朱砂有解毒和镇静安神的功效 不会吐出来 暂时能缓一缓他体内的骨虫 能不至于那么快丧命 庞浩解释道 本来正在难受中的洋法医 喝下朱砂水后突然惊死了 哎 怎么回事 感觉好像好了 还没好呢 只是暂时控制你体内骨虫 不侵蚀你的身体而已 看你这情况 如果不控制 不出四天 你必定会死在这些骨虫之下 光听着就恐怖 更别说遇上了 阿斗打了个冷战 暗中想到 哎呦 还好我当时没在场啊 不然说不定中骨的就是我了 哎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洋法医紧张地问道 哎 能怎么办啊 当然是尽量找到下骨的骨虫了 庞浩起身把朱砂收起来 等会儿你去药店买朱砂吧 我这些擦了一些狗血 什么 洋法医惊恶地张嘴就要吐 哎 别吐啊 你要是吐了 等一下骨虫必定要了你的命 庞浩连忙阻止 把朱砂放到柜子里 从今天起 每天中午 你都需要喝半杯朱砂水 直到骨毒解开之前 洋法医强行停了下来 怪不得嘴里有淡淡的血腥味呢 哎 那我们现在上哪去找骨师啊 阿斗问道 庞浩皂皂眉想了想 在电脑跟前来回走了两次 按照这段时间的观察 很难捉摸 尤其是连剑都没见过故事 庞浩到博白来 时间也就一两年而已 并不是很长 对这方面接触也很少 我有一个干爹在博白 只是在博白什么地方 我却不是很清楚 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他 庞浩背着手 仰头思索 他也是毛山弟子 对博白应该很了解 只可惜 他还说漏了一点 别说找不到他所说的干爹了 甚至连剑都没见过 之前庞浩说他是任气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干爹 也算是他喜爹 那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杨法医这事实在是耽搁不了啊 阿斗催促道 庞浩还想说什么 但想想还是算了 有些事还是自己知道的好 那成 等一下我们再去一趟万油山 还要去万油山呢 还去那里干嘛呀 阿斗就要哭了 在万油山上发生那么多事情 已经够了 还要上去 庞浩点了点头 之前莫教授的女助理死在那里 狮虫肯定四处逃窜 只不过几天过去了 我不知道那股狮 有没有把全部的狮虫给收走 原来庞浩是想趁股狮 收走狮虫的时候 来个人赃并获 方法是很好 可是万油山可不是一个山丘啊 那可是一座大山 人家在哪里收狮虫 谁知道啊 当然 庞浩只是想想而已 这件事值得深究 这古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难道仅仅是为了养骨而已 哎 糟了 我忘了 骨狮养的骨虫 会跟骨狮沟通 庞浩转身 惊恶地看着养法医 养法医一愣 那 你的意思是 我喝猪沙水 也没用了 不是 阿斗 你立刻 马上 带人调查几天前的监控 也就是 养法医解剖 逢有尸体那天 至于那天是几号 你问养法医 然后 再派人给我查一查 罗贵城的资料 我要当时出现在 万油山 所有人的资料 阿斗 诧异地看着庞浩 你的意思是说 凶手很有可能 是那几天 在万油山的人 而且最大嫌疑 是罗贵城 庞浩点了点头 没错 三天前的僵尸 闹医院事件 应该是 罗贵城一手策划的 因为那尸体 就是第二层停尸房 摆放在棺材中的尸体 阿斗恍然大悟 点了点头 哎 还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养法医 记不记得 罗贵城 偷偷进入停尸房那天 他的动作很纤熟 好像不是第一次 进那个地方了 这么一说 养法医突然感觉 庞浩说得很对 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你现在不需要知道太多 因为你体内的蛊虫 能给蛊师 传递信息 行 事儿就这么定了 阿斗 你多久 能给我详细的资料 我要亲自去拜访 拜访罗贵城 就算他不是股师 我想也应该 找他解释清楚 僵尸闹医院的事情 阿斗想了想 呃 最迟要今天晚上 不过监控的时间 可能要明天才行 好 那你现在马上去安排 记住 我要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资料 包括那几个土豪在内 庞浩一脸严肃地说道 终于找到地方入手了 庞浩的旋起的心 也总算落下了 把两人送出宿舍区 还特别交代了养法医 一定要按时服用朱砂水 送到宿舍门口 医院大门突然停下一辆轿车 从轿车上走向一个 庞浩熟悉的身影 看到那俏丽的身影 庞浩一愣 顿时停在了门口 眼睛盯着那女孩 女孩就是王小萌 王小萌从副驾驶下来 这边的窗口打开 从车上走出一个 神穿T恤的男孩 大约二十四五岁 显然的土豪特征 这男的上去轻轻 搂了一下王小萌的腰 被王小萌躲开了 笑着说了什么 阿斗看了看庞浩 那显然有些失落的眼神 微微一笑 拍了拍庞浩的肩膀 人家可是院长的外甥女儿 家里有钱得很 咱们还是认命吧 庞浩呵呵一笑 故意装出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你想多了 我是觉得 那个男的很眼熟 好像之前穿西装的那夹子 原来他们认识 阿斗一愣 被庞浩这么一说 这才发现 那个男的果然眼熟 当即嘴角上翘 拍了拍庞浩的胸口说道 哼 我还以为你惊虫上脑了呢 没想到给我找到了他们一家线索 第八十八章 阿斗黑黑一笑 当然 庞浩所想的不是说出来的那样 他对王小萌 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又或者是爱慕之意 不过 那不是单纯的有爱慕之意 占有欲也有 只不过不是很强烈 但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肯定有人喜欢 所以这也不奇怪 但真正看到的时候 庞浩的心挺难受的 今天晚上给我找到资料 八点之前到宿舍找我 八点之后到停尸房找我 庞浩拍了拍阿斗的肩膀说道 啊行 那我先过去跟踪这小子了 有车牌号 想跑都跑不了 阿斗掏出手机 跑到门外去 又开始了他摄影的生涯 这么说也对 这一货在万游山上 经常拿着手机 充当灵异片的导演 杨发一自己坐车离开了 剩下了阿斗 准备跟踪那男孩 庞浩淡淡地笑了一声 不想看到这难受的一幕 转身往宿舍走去 哎 流氓 还没走几步 身后就传来了 王小萌的叫声 但庞浩充耳不闻 甚至加快了脚下的速度 刘妈 你再假装没听到 老年跟你没完 王小萌指着庞浩的背影 愤怒说道 哎 我说这女孩子的素质 就不能淑女一点啊 庞浩无奈地按道 停下脚步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道 哎呀 是你啊 我还以为刚才看错了呢 少来了 身体好点没 王小萌没有在意什么 纯属关心地问了一句 庞浩点了点头 啊 好多了 这些天 医院都在重新修建楼梯 因为之前发生的事情 对医院的运营没有影响 王小萌依然回去上夜班 嗯 要是没什么事 我回去休息了 庞浩强忍一丝欢笑 转身朝宿舍楼梯走去 哎 流氓 等你身体好了 跟我说一声 我请你吃饭 王小萌说道 庞浩头也没回 举起手晃了晃 也没有回话 王小萌看着庞浩的背影 皱了皱眉头 这流氓怎么好像不想看到我似的 晚上 庞浩拖着有些沉重的身子 重新回到停尸房上班 虽然院长说放假一个星期 但还是不太放心冯贵 冯贵那可是看到尸体都怕的角色 至少庞浩是这样想的 回到停尸房 冯贵正坐在电脑前看着资料 居然是在看停尸房内 所有尸体的资料 庞浩略显差异 哎 小子 不错嘛 最近都可以自己看场子了 庞浩拍了拍 冯贵肩膀说道 冯贵黑黑一笑 当然了 这段时间你那么忙 我若是不接手 岂不是要被炒鱿鱼了 这倒是让庞浩放心下来不少 至少不用每天到停尸房 自己一个人忙着存入资料什么的 哎 哎 对了 浩哥 我想问你一件事啊 那个珍珍的尸体 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很少听你们说过这件事啊 珍珍 庞浩自己也想搞明白这件事 为什么半年之久 三魂七魄居然还在阳间 莫非是孤魂野鬼 守候尸体的孤魂野鬼 可又不像啊 到底是哪里不像 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哎 反正这尸体不见了就是 哎 最近有没有新客户进来啊 庞浩慢慢靠在办公桌上问道 冯贵呵呵一笑 这可是停尸房 怎么可能没有呢 进口那边送过了一个女尸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死因呢 庞浩知道这件事 进口的某座山上自杀的女孩 不就是自杀吗 这跟她也没多大关系 不过 为什么阿斗会找她呢 按理来说 这需要侦探能力的侦探才是啊 哎 尸体在哪呢 庞浩起身站到门口问道 冯贵放下键盘 起身带着庞浩来到石窗旁边 把其中一张尸床上的白布打开 尸床上赫然躺着一个浑身白净的俏丽身影 身材凹凿有致 看样子的确没多大年纪 庞浩随便承拦了眼尸庞浩随身体 注意力落在了女孩的脖子上 女孩的脖子上有一道非常明显的割痕 凑近一看是直接割断喉咙而死的 又转头看了眼女孩的头顶 头顶上还残余一些干燥的龙须草 没有被抓头发的痕迹 哎 这女孩说不定真的是纯属自杀而已 没什么奇怪的发现啊 庞浩再查看了一下其他部位 全身上下就只有红落的地方被割了一下 很有可能是女孩殷勤自尽 庞浩转身把白布盖起来 有盖莫盖啊 哎 他叫什么名字 啊 叫寒雪 寒雪的寒 寒雪的雪 风盖抓起尸体的脚下一个牌子 给庞浩瞧了一眼 庞浩真的相信了 至少目前冯棍真的不怕尸体了 深吸了口气 转身往办公室那边走 哎 无所谓了 反正这件事啊 很有可能跟连异事件搭不上边的 哐当一声 庞浩的话音刚落 尸床那边突然传来一声剧烈的响声 眉头一皱 转过身看去 寒雪的尸体已经坐了起来 风盖吓了一跳 差点跑到庞浩的身后躲过去 哎 我靠 这尸体怎么老是蹦起来啊 庞浩奇怪地问道 之前也有蹦起来过吗 风盖嗡了一声 啊 已经蹦起来过一次了 差点把我吓尿了 尸体自己蹦起来两次 这还是非常罕见的 但庞浩没有多问 转身点在寒雪的尸体肩膀锁骨上 点锁骨的位置 这里有一条动脉 不管是因为动脉 还是因为锁骨 点过去 尸体就会自己躺下了 庞浩伸手接过尸体 慢慢放到尸床上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 庞浩眼前闪过了瞬间的熟悉感 就那一瞬间 庞浩瞪大了双眼 连忙把尸体扶起来 当他眼睛落在尸体背后之时 差点没叫出声来 在女尸的背后 画着一个驱鬼令符 这种符纸不是捉鬼的 而是控制鬼魂的 难道又是邪尸杀人 博白什么时候 锯了这么多邪尸啊 我老爸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庞浩皱着眉头 看着女尸的背后 什么东西啊 看到庞浩久久没放下尸体 冯贵尔好奇上前问道 庞浩连把尸体放下 这件事还是别让冯贵知道了 否则的话被吓到就不好了 啊 没什么 他背上有个胎记 看着眼熟 所以多看了几眼 第八十九章 庞浩丢下一句话 转身走回了办公室那边 原来阿斗告诉他这件事的原因 就是因为尸体背后的鬼符 如果是这样 也很有可能是被骑尸杀死的 庞浩突然有种很头疼的感觉 古术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红衣女孩死了 死因不明 红衣女孩的事情还没着落 进口那边又发生了面案 想想就让人心累 这都能凑成一桌麻将了 或者说 这些事都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庞浩按道 可根本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啊 又怎么可能会是一起的呢 脑袋想得都快爆炸了 索性也不想了 转身坐在办公室的门口 享受着停尸房里的冷气 停尸房内都配有各自的羽绒服 不然的话 这气温没有人能受得了 哎 浩哥 你到底干嘛呢 是不是发现什么问题了呀 冯棍好奇地问道 庞浩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以前有什么话都跟冯棍说 现在却不想说了 停尸房门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冯棍有些无奈地摇头说道 哎 该不会又有新客户来了吧 进来的是阿斗和龙豪两人 手里还拿着一些资料 哎 庞浩 是不是现在走啊 龙豪进来就叫道 冯棍一愣 诧异地看了一眼庞浩 浩哥 你他妈不会是犯法了吧 庞浩白眼一番 有些无奈地起身 深吸了口冰凉的冷气说道 走吧 离开停尸房 本来阿斗还要趁机找寒雪的尸体 给庞浩看的 但是 被庞浩给拉了出来 之前他已经看过了 哎 你干嘛呀 我正要给你看看金口的女尸呢 之所以找你啊 也是有原因的 阿斗说道 庞浩紧接着说道 尸体我都看过了 可能是有点问题 不过我们还是赶紧找到 旧阳法医的办法吧 否则 下一具尸体 很有可能就是阳法医了 哎 对了 你不是还有个徒弟吗 怎么最近不见人呢 龙浩好奇地问道 可能是他父母不同意吧 庞浩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不见冯俊杰那小子了呢 都好几天时间了 刚才在停尸房的时候 也忘了问冯贵了 哎 先别说那么多了 赶紧给我介绍一下 罗贵城的重要资料 走出医院 庞浩爬上龙浩的车子后座 罗贵城 难 阿斗拿出资料说着 别说那些废话 说重点 彭浩打断了阿斗的话 心情显得很不悦 啊 这个罗贵城啊 就是一个成田无所事事的人 据无定所 从资料上来看 他没犯过什么事 所以太多的资料也没有 一点事都没犯过 那就难怪没有详细资料了 啊 对了 另外 今天我们在医院外 见到那个少年 他们家事就多了 他叫曹俊超 是曹家的大少爷 我这一查才知道 他们曹家 在博白的资产 总之超过了一百个亿 巨英收财学 你以为这个学位是摆着看的吗 彭浩打断了阿斗说的话 阿斗尴尬地笑了笑 还是说重点吧 曹家的两个长家呀 三天前死了 也就是医院闹僵尸的那几天 当然资料还没记录在案 还有一件事 从三天前开始 曹家的财产总之开始剧烈下降 巨英收财学已经报废了 而后因为你们警方拦截 间接导致尸体无法下葬 而后罗贵成得知我杀了他徒弟 所以想利用曹家的尸体 找我报仇 彭浩把整件事情都连接在一起 这其中没什么蹊跷 重要的是 罗贵成到底是不是古尸 没有人能确定 庞浩也只能是靠猜测 应该是你说的那样 罗贵成居无定所 那我们还是去查查这个罗贵成吧 说不定罗贵成还在为曹家做事呢 庞浩没有说话 当然是先去找曹家了 值得庆幸的是 曹家居然还没绝种 既然没绝种 曹家的三个少爷肯定会再次重金聘请罗贵成 再为他们重新找一个巨银收财学 上百亿的资产这是什么概念 之前对那些工人说 只要坚持一百万一个人 原来这些都是小意思 一千万一个人 那曹家也给得起 有钱的大户 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 隐藏在都市之中 怪不得之前出现 龙豪也不认识曹家的那几个长辈 别墅区不算县城之内 而是在六十米大道的两侧 每次到夜里 这一片都会显得异常安静 这也是为什么 别墅会建在这片曾经稻田的地皮上 龙豪带着庞浩来到别墅区 这里至少有上百栋小别墅 大别墅至少十栋以上 在所有别墅的周围 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围墙 围墙高两米五 分成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每栋别墅之前都会有路灯 全都是昏黄的 此刻在九点钟不到 别墅内的吵闹声不是很大 倒是出来散步的不少 这里住的可都是有钱人 队长我们要是没有任何命令 真的能进去吗 我觉得这件事你们大可放心 只要没走错门口就行了 从你刚才的资料来看 曹家很低调 那是因为他们家的坟墓 太过于阴险 如果这件事空出一室 恐怕有不少人要去找曹家 要个说法 甚至于还会引起暴乱 扰人风水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庞浩给阿斗吃下了定心丸 这是一片土豪的乐园 住在这里的家中的资产 那都了不得 星光耀眼 想要进入这片小区 那每个人必须要在监控之下留下面孔 刷身份证才可以进去 至于身份证的资料 有没有被人拿去卖了 那就不得而知了 进入土豪的天地 阿斗两眼放光 谁都渴望着将来也能住上这里的别墅 当然 这也是很多人的梦想 至于能不能达到 恐怕少之又少 按照地址上的牌号寻找 这一找 竟然找了半个小时 别墅局之大可见一般 一直到一栋大别墅跟前 龙豪这才停下车子 哎 到了 这家曹家别墅可真大呀 大别墅大门紧闭 别墅之内大放光彩 从门口看去 不单只有游泳池 甚至连私人球场 高尔夫球什么的都有 第九十章 如此庞大的别墅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住得起的 庞浩下车走到铁门前 铁门还是非常有艺术的双核图 图上全都是焊接上去的 再经过各种的抛光和颜色加工 透过铁门可以看到别墅那边的一些情景 至少今天在医院门口的那辆车还在 看到这辆车 庞浩毫不怀疑 转身走到大门边上 摁着门铃不放 大门这边听不到什么门的铃声 倒是听到门铃传来嘶嘶声 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妇女 急急忙忙跑了出来 看到庞浩三人并没有立刻开门 你们来找谁的 那妇女看起来约莫四十岁左右 看样子是这别墅里的佣人 龙豪看了眼庞浩 从口袋里拿出证件 我们是警察 想来找曹俊超聊聊天 不知道你们家少爷 在不在家呀 啊 那中年妇女 有些吃惊地看着龙豪 啊了一声之后 愣是没有说出话来 别那么吃惊 我只不过是来找你们少爷聊聊天 并不是他做了什么犯法的事 龙豪连忙解释道 那中年妇女 这才点点头 啊 那我进去跟大少爷说一声 你们等一会儿 龙豪来到门口 说道 你顺便跟曹俊超说一声 我知道罗贵城的很多事 稍微不谨慎 罗贵城就让你们全家灭门 那中年妇女好像又被吓到了 一个歪脚差点摔在地上 看了三人一眼 匆匆忙忙跑了进去 庞昊正想说什么 然而抬头一看 在门口两边的柱子上 有两个摄像头 当起鼓笑了一声 龙队长 我们面对门蹲下 阿董 你佩戴上警官证件 只是刚要蹲下 在对面又看到有摄像头 想躲都躲不掉 来到这里 果然到处都是摄像头啊 不躲了 如果他们不愿意开门 我们就爬进去 庞昊起身说道 果然 庞昊三人在门口 站了五分钟之久 那个中年妇女这才输来 三位警官 我们少爷已经休息了 让你们明天再来吧 说完 中年妇女 也不想跟庞昊等人多说 转身就走了 跟庞昊想的也差不多 不过曹俊超 没有见过三人 怎么不让进去呢 庞昊冷笑了一声 我就不信了 这点门随便都可以爬进去 那可是私闯民宅啊 龙昊连忙阻止说道 没事 他敢去告我 我让他们家天天有人上门骂街 庞昊冷笑了一声 上去抓住铁门就想往上爬 突然一阵强烈的电流 让庞昊浑身发抖 站在铁门颤抖了几下 连忙松手 一个飞声 一股电流 把他击退了两步 哎 门上有电 龙昊惊恶地问道 庞昊抬头 冷冷地看了一眼摄像头 哼 居然跟我玩音的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喊雷咒 冷横了一声 一道闪光雷电 朝摄像头打了过去 碰的一声闷响 摄像头的镜片 全都被摧毁 整个掉落到地面上 转身来到没有监控的墙下 门是铁的围墙 总不是了吧 龙队长 你把车开过来 庞昊抬头看了一眼墙的高度 加上灵力弹跳 似乎也无法跳过这堵墙 庞昊站上车顶 一个弹跳 抓住顶端 然而 没有料到 墙的顶端有尖刺 差点没把庞昊的手掌给刺穿了 一个翻身 站到墙的边缘 右手掌的鲜血 哗啦哗啦地流着 龙队长 你车上有纱布吧 丢进来给我 说完一个翻身 从墙上跳下 龙豪直勤 难免会有受伤的情况 所以他的车上 肯定被有纱布那些东西了 庞昊把自己的手包扎了一下 还没转身 凌乱的脚步声响起 正在逐渐地靠近 庞昊冷笑了一声 转身往别墅那边看去 果不其然 曹氏三个少爷急匆匆地跑出来 五六个雍人手里拿着彩刀 正急匆匆地朝他这边走来 身为警察还私喘民宅 我要告你们 首当其冲的正是曹俊超 他现在掌控曹氏最大股份 估计也是当家的活色 哎 庞昊 你还是赶紧出来吧 我就说他肯定会告我们的 阿豆连忙说道 几个雍人上来就把庞昊给围住了 但庞昊临危不乱 这些雍人也只是下下人而已 但今天不好彩 碰到的是庞昊 我跟你们又不熟 来这里找你 主要是想问你 罗贵城在什么地方 庞昊冷冷地问道 曹俊超一愣 显然很吃惊 但转眼表情又恢复了过来 你要找人到别处去找 跟我有什么关系 庞昊一直盯着曹俊超 曹俊超脸上的表情变化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据因收财学 你的先祖被挖起来之后 没有及时下葬 导致你们家现在的财产 正在不断下滑 我估计不出一个星期 你们家就要破产了 庞昊也没说 罗贵城的不是 但很是镇定地说道 那也是我们家的事 与你无关 另外一个少年站出来说道 看年纪应该是老二了 曹俊超伸手阻止那少年 你怎么知道我家千坟呢 哼 你们家千坟 我一直就知道 你们家祖先能从停尸房出来 还是我放行的呢 邦昊没有继续往下说 要再继续 只能跟曹俊超说 你祖先变成僵尸 还是我亲手杀死的 你跟罗先生是什么关系 曹俊超质疑地问道 我跟他没关系 有什么话能否到里面说 说着庞昊伸出手掌 在手心上写了偷听两个字 曹俊超看得明白 当即点头说道 行 里面说 今天这件事 你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就告到你坐牢为止 福伯 去把门打开 曹俊超丢下一句话 转身走了回去 来到大厅 曹俊超吩咐下人上茶之类的 龙豪两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才还在冲突之中 恨不得把庞昊赶出去 可是曹俊超此时居然还请他们进来 虽然好奇 但两人也没问出口 这些话只能出去之后再问 把庞昊三人请进来之后 曹俊超让身边的下人 以及两个弟弟先回房去 等所有人都走光了 庞昊这才用杯子里的水写了几个字 你是不是中骨了 第九十一章 曹俊超脸色有些难看 瞪大了双眼看着庞昊 看到他这种反应 庞昊想都不用想就知道结果了 可惜他现在没带东西过来 我们只是过来找你聊聊天而已 没有别的什么目的 庞昊笑着又用手指在珠子上写 是不是罗贵城下的骨 曹俊超点了点头 算是承认了 我跟你们也没什么好聊的 有什么话就直入主题 不然就请你们离开 看来猜得没错 所有有关于骨的事情 都跟罗贵城有关系 庞昊在曹俊超跟前又写道 不想死 把罗贵城的地址给我 我们就是来调查一下 之前闯入医院的僵尸 那似乎就是你的祖先吧 庞昊沉声说道 虽然这已经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罗贵城也是同行 让尸体到医院杀人 分分钟就能绊倒 罗贵城想了想 也没有说话 如庞昊那样 用水在桌子上写着 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那也跟我没关系啊 先祖的尸骨已经下葬 这件事我还想问你呢 曹俊超没好气地说道 这情绪不是装出来的 他也不想发生那样的事情 看了一眼 陈思忠的庞昊 曹俊超仔细想了想 又在桌子上面写着 我爸他们说过 他是万犹山附近的人 万犹山附近没有什么村子 最近的就三角村 再远一点的村子 可以说多不胜数 茫茫人海 上哪儿去找罗贵城啊 不过按照姓罗的村子去找的话 应该能找得到人 他还会来找你们吗 庞昊没有继续水写 而是开口问道 曹俊超一愣 但还是点了点头 那就很明显了 罗贵城肯定有吞品曹家的财产 要不然怎么会对这家人下股呢 只要萧薇用一点手段 那完全可以把曹家的财产占为机油 龙队长 有名片吗 庞昊转身问道 龙豪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 这是方便留下联系方法用的 如果他再来找你 立马给龙队长打电话 实在没有机会 发短信也行 庞昊递出名片之后 急身准备离开 但想起了什么 转身打量了一遍别墅 皱紧了眉头 阿斗上来黑黑的笑道 你也觉得这设计很好吧 我很少见到这么堂皇的楼中楼啊 庞昊白了阿斗一眼 往曹俊超看去 伸手指了指大钉 随后用手指在脖子上磨了一下 再指了指曹俊超 曹先生 再见 庞昊淡淡笑了一下 转身走出大门 阿斗和龙豪两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连忙转身追上庞昊 喂 小子 你刚才打的什么哑语啊 抹脖子的意思是杀人吗 龙豪谨慎看着庞昊问道 龙豪以为庞昊想要杀人 所以才会有这反应 我感觉这个房子有一种很奇怪的气氛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个房子到处都是被施过巫术的 庞昊压低声音说道 他们家的三个长辈都已经不在了 很有可能不是巧合 说不定是被人下了骨和巫术 我就感觉奇怪了 罗贵城隐藏这么深 我当时在停尸房怎么没发觉啊 回到车上 庞昊依然在说着 龙豪和阿斗两人目前也算是危险的 如果被对方下了骨 那痛苦当真是苦不堪言呢 所以两人听得冷汗大冒 有一种快要放弃这个案子的想法 只可惜杨法医也中骨了 生死只是分分钟的事 哪天说不定就挂了 巫骨 巫术和骨术本来就不分家 所以会骨术也会巫术那很正常 不过没有接触过巫术的旁号 只感觉那种感觉很怪异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了 要不先回去吧 等明天白天再慢慢调查 阿斗连忙问道 还要等明天 你觉得白天你能找到罗贵城 庞昊皱眉头问道 对了 你们两个应该知道 万尤山哪一块地方姓罗的多吧 庞昊又问道 龙豪和阿斗两人对视了一眼 随之摇了摇头 据我所知 姓罗的村庄 离三角村很远 至少得七八公里 龙豪打着方向盘说道 七八个公里 这么一说 附近的村庄很有可能就参合了一些万幸村民 这么说来 要找罗贵城就不简单了 三人没有回县城 而是继续前往万尤山 在万尤山转悠了好一阵 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三人也只能回县城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龙豪跟阿斗两人急匆匆打电话通知旁号 曹俊超打短信过来 说罗贵城就在他的家里 而且正在拿他三兄弟的性命威胁曹俊超交出百分之九十的财产 收到短信 龙豪早就通知好几个同事 让他们先去守住曹家别墅 一旦罗贵城逃跑 立马就开枪 但不能打死 从县城到别墅 旁号刷牙洗脸 基本上都是在车上度过的 哎 你也是真能睡啊 现在都八点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白天 阿斗和龙豪似乎放心多了 难道他们以为白天不能中午吗 你这不废话吗 我整整两年的时间都在上夜班 你让我一下子改过来啊 龙豪没好气地说到 眼睛还迷迷糊糊的 哎 你他妈瞎了 喷我脸上了 这外传来一阵叫骂声 龙豪缩了缩脖子 赶紧收起毛巾 阿斗差点没笑出声来 递上了一瓶矿泉水 哎 这是最后一瓶了 到了曹俊超的别墅跟前 龙豪带上背包 让龙豪在车上找一根电线出来 来到门口冷冷地看着别墅里 别墅里显得异常安静 不像是发生什么事情 难道罗贵城已经带着曹俊超离开了 龙豪在车尾箱找了两根电瓶线出来 是被放在车尾箱的 两端都也有一个安全夹 用电线测试了一下 确定没电之后 这才开始爬上铁门 哎 你们守在门口 派人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后门 龙豪丢下一句话 转身就朝别墅跑了进去 别墅的大门紧闭 龙豪来到门口 动了动耳朵 确定房间里没有情况 本以为门已经锁上了 但是轻轻一推 门竟然开了 透过门缝 突然看到地上躺着一个身影 龙豪瞪到了双眼 而就在这时 本章播讲完毕 第九十二章 透过门缝 突然看到地上躺着一预死时 发现情况的龙豪瞪大双眼 慌忙之下 推开大门 然而就在这时 三个快速的影子 朝龙豪这边袭来 龙豪的面色刷的一变 身子侧过 伸出石中指 冷喝一声 前进尺 刷刷两下过去 击中了其中两个黑影 另外一个黑影 从龙豪的鼻子进入 转眼前消失不见 龙豪的面色一变 事情来得太突然 有些措手不及 连忙盘坐在地上 闭上眼睛 运起体内的灵力 探测那个黑影 突然间 楼上传来一阵冷笑的声音 龙豪的眉头一皱 睁开双眼 还没往楼上看 便看到跟前掉落的两条武功 无空骨 龙豪的眼角颤动了几下 转头往楼上看去 果然 罗贵成已经站在二楼之上 正一脸阴笑地看着他 你已经中骨了 最好不要插手我的事 否则的话 我让你死得很惨 罗贵成收起脸上的笑容 指着跑号说道 万万没有想到 刚才那几条黑影 就是无公骨 完了 这下惨了 无缘无故地就被人下骨了 龙豪起身按道 刚才用灵力没有探测到 此时突然感觉 体内好像有东西在动 我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赶紧给我麻利地滚出去 罗贵成指着门外冷声道 龙豪伸手在包里掏了掏 在背包里还有一点朱砂 用胶带装着 又看了眼 罗贵成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往门外走去 这会儿千万不能让他催动武功 否则的话 龙豪这条小命就算玩完了 离开门口 龙豪连忙拿出朱砂粉末 抓住一点放到嘴里 差点咳嗽吐出来 强行咽下 但是毫无效果 林忙展开鬼影七星步 跳出大门 在车上找到剩下的矿泉水 哎 龙豪 你怎么了 剩下阿斗在大门口 手里还拿着枪 不少人都躲回了家里 但无不亏是这大别墅这边 龙豪喝下半瓶矿泉水 差点没被粉末给淹死 打了个响阁 差点没气地把矿泉水给扔了 哼 这个罗贵城果然在里面 你们都看好了 别让这老小子跑了 龙豪也没说什么原因 翻身又朝别墅而去 来到大门口 他这才注意到别墅内的情况 所有的佣人都已经躺倒在地上 客厅的家具大部分都凌乱了 唯一不见的是曹俊超级兄弟 从背包里拿出铜钱剑 咬了咬牙 慢慢把手放到其中一个佣人的脖子上查探 还好都没死 只是晕过去了 哎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 我们家的资产都不在我名下 如果非要办理 必须得去银行啊 楼上传来曹俊超的声音 龙豪轻手轻脚 往楼上跑去 这已经算是绑架勒索了吧 罗贵城的胆可真肥呀 莫不是这货早已经有了用股控制人的信心了 来到楼上 龙豪瞪着眼睛 冷冷地盯着房间门口 朱砂下肚 体内立马就消停了下来 虽然朱砂这玩意儿不能长期服用 但目前也只能用这种办法了 哼 罗贵城 龙豪冷横一声 抬脚狠踹了一下门板 皱着眉头 进房又像之前那样 蓬的一声闷响 传遍了整个楼中楼 罗贵城诧异地看着门外的庞昊 曹俊超三兄弟没有被绑起来 只是坐在床上不敢乱动 罗贵城站在床尾 单脚踏在床上 看到庞昊突然又闯进来 罗贵城闭上眼睛默念着什么 似乎是想催动蛊虫 庞昊冷冷一笑 展开鬼影七星步 一个围身上前 狠狠一脚踹在罗贵城的腹部 罗贵城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直接撞到了墙上 咳嗽了几声 捂着肚子 抬头盯着庞昊 怎么回事 你不是中了 哼 你那点雕虫小技能难得到我 庞昊三坐并坐两步 上前正想抓住罗贵城的遗襟 罗贵城眯心一颤 突然又是三道黑影朝庞昊而来 庞昊早就提防着罗贵城 三道影子射出 他一个翻身 同前见飞快从三个身影中 劈了下去 刷的一声 就好像一阵风吹过一般 三个影子顿时停下来 断成两节掉到地上 我与你无缘无仇 你为何处处阻挠我 罗贵城起身指着庞昊叫道 但声音有些有气无力的 还有 我徒儿跟你有什么仇怨 你为什么要杀他 哼 你徒弟带人盗墓 而且杀了人 又处处想置我于死地 我那是逼不得已 僵尸事件 我本来不想追究你 但是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惹我 养法医体内有居 肯定是你下的 还有一个无辜的孕妇 这些跟你都有什么仇怨 凭什么就成了你炼谷的材料 庞昊越说越激动 本来那些他也不关心 只是受人所托 罗贵城冷笑了一声 哼 他们无辜 那个杨法医 如果不是他 曹家的先祖 又怎么会被带到停尸房去 还有之前那个三个考古队的 他们什么心思 居然还想挖曹家的祖坟 更让我气愤的就是那个贱人 背着我嫁给了别人 罗贵城渐渐恢复 超庞昊吼道 我只不过是想帮曹家找个巨银收财学 然后顺理签葬 可是为什么频频不能如我所愿 如果不是他们 我会失败吗 会有那么多事吗 庞昊冷笑了一声 哼 这就是你下国的理由吗 还有他们三个呢 你是想 反正他们家没有了巨银收财学 肯定会破产 所以就趁机勒索 对吗 我为他们家做了那么多事 这点要求算过分吗 罗贵城冷冷地问道 这就是罗贵城自己找的杀人 以及勒索的借口 庞昊深吸了口气 跟这些人说道理 估计也没多大用了 点了点头 好 随你自圆其说吧 我来找你啊 也不是追求那些破事的 而是找你要解药的 哼 解药 你居然还想找我要解药 罗贵城冷笑了一声 无力地背靠在墙上 仿佛听到什么笑话一般 你什么意思 庞昊皱起了眉头问道 哼 如果你是来找解药的 那不好意思 你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第九十三章 哼 如果你是来找我要解药的 那不好意思 你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所有的解药 我都已经 罗贵城哈哈一笑 站直了身子 走到庞昊的跟前 眨了眨眼睛 扬起拳头 就要冲庞昊的脸上抽去 庞昊一脸凝身戒备 罗贵城的拳头还没到 反手一巴掌 就抽在罗贵城的脸上 罗贵城的脸 留下了一块红色的印子 后退了两步 这才停下 收起拳头 摸了摸脸 你是来找我要解药的 有你这么求人的吗 罗贵城不顾脸上的痛 反问说道 哼 我不是来求你的 而是来跟你谈条件 如果没有解药 那你就死定了 庞昊冷声说道 罗贵城 收起脸上的笑容 如果我跟你说 所有的解药 都已经被我吃了 你会怎样 解药是可以再找的 只要你说出来也行 任何事情都有的商量 解药被罗贵城吃了 庞昊的表面上并不着急 但他的内心 却是万分交集 这么一说 所有中古的人 都没救了 哼 你真的以为 这是在治病吗 想要 我就给你抓几副药 就没事了 罗贵城冷笑了一声 刚才上去 只是想占便宜 趁机杀庞昊而已 这么说 我不可能在你身上 找到解药了 庞昊质疑地 看着罗贵城 一股无形的煞气 一散而出 罗贵城皱了皱眉头 庞昊的表情 一点都不像开玩笑的 如果说是 恐怕这条老命 就要玩完了 当然了 我身上没有解药 但我知道什么地方有 没有我 你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解药的 养法医是吧 还有他们 都死定了 庞昊深吸了口气 拿出手机 不管这罗贵城说的是真是假 总之好几条人命 都在他手上 他给龙豪发了个信息 让龙豪进来 说吧 什么地方有 庞昊转身坐到床尾 转头抬眼盯着他看 云南 罗贵城想也不想 冷声回道 云南 云南苗江古树 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地方了 庞昊也猜到了几分 他要说这个地方 没有我带你 你别想找到那个地方 罗贵城淡淡说道 样子很是前奏 那就不好意思了 这段时间 我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庞昊收起手机 起身冷冷地看着罗贵城 看到庞昊的眼神 罗贵城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你想干什么 庞昊冷冷一笑 把铜钱剑收了起来 不想干什么 委屈你一下 让你住几天豪华酒店 说完 展开鬼影七星步 闪身就朝罗贵城而去 罗贵城面色一变 虽然不是庞昊的对手 但一时半会儿 也不可能落败 转身就朝床头那边而去 曹俊超兄弟几人缩成一团 罗贵城一上去 就想抓住兄弟几个坐人质 庞昊脚下一动 单脚就把床垫给撩起来 把兄弟三人都打翻在地 传来哎呀的疼痛声 罗贵城扑了个空 没想到 庞昊居然用上了这仗 眼看庞昊就要杀到了 哼 老子跟你拼了 罗贵城冷吼一声 上来就是一记右勾拳 朝庞昊的脸上打去 庞昊不躲不闪 伸手抓住罗贵城的手腕 冷笑了一声 哼 分金错骨手 说完 手指一用力 本来握成拳头的手 突然摊开 罗贵城瞪大了双眼 另外一只手 本能地朝庞昊打来 庞昊顺手抓住 以同样的方式分金错骨 不单指手腕 还有手臂 关节之类的 把本来好好站着的罗贵城 弄弹在地上 混蛋 你个混蛋 罗贵城痛骂道 庞昊转身 唾了一口唾沫 转身走到三人跟前 曹俊朝挪动后退 张开手 保护身后的两个少年 看不出来 这家伙还挺爱护 唐兄弟的 庞昊从背包里 拿出那包猪砂粉 哎 你还担心 我会对你们怎么样啊 不想死的话 这里有东西 暂时能缓一缓 你们体内的蛊虫 曹俊朝还以为 庞昊会对他们动手 差点给吓傻了 年轻人嘛 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也难怪 这是什么 是什么你不用管 反正能暂时缓解蛊毒就是了 不过我可先说好了 两万块 庞昊黑黑一笑 本来冷漠的面孔不见了 罗贵城呸了一声 不就是一点猪砂嘛 比老子还黑 你闭嘴 庞昊差点没过去 踹罗贵城两脚 这土豪那么有钱 上百个亿 我坑两万块 那还不是九牛一毛啊 但曹俊朝管不了那么多 如果不是庞昊 恐怕所有的家产 都被罗贵城给拿走了 到时候就真的是 欲哭无泪了 所以说 两万块 根本就不算什么 就算是十万 恐怕曹俊朝也会给 每天中午十二点 小半勺 用半杯冷水喝下 如果把这些东西喝完了 可以到医院找我 或者可以通过龙豪找我 庞昊说完 暗暗自喜 两万块啊 我几个月的工资 都没这么多 虽然不贪钱 但谁能跟钱过不去啊 人非圣贤 庞昊他也是人呢 终于找到股师了 没有想到 股师就是罗贵城 开始起关千葬的时候 庞昊从来就没有想过 跟这个人有关系 而之前一直认为 心脏被挖的事 现在想想也觉得可笑 反正现在 罗贵城已经不能动了 曹俊朝起身 有些发抖 走到桌子边上 打开锁死的抽屉 从里面拿出 两万块钱给庞昊 先生 多谢 曹俊朝的眼角有些泛红 家里出现那么多事 结果就剩下 他们兄弟三人了 只要稍微回想一下 这下场可真是悲惨 不过相对来说 这报应也算是小的了 再过不久 他们家的生意 应该也琐事无几了 别说这罗贵城 连庞昊都想好好坑一把 但绝不会只想 一口吞了曹俠的财产 唉 你也不要跟我道歉了 我这也是收钱办事 我把罗贵城拿下 这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虽然感觉上这样比较过分 但想想 因为曹家而中了罗贵城的无功骨 庞昊这心里就是说不出的骨 曹俊昊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庞昊 你们警察 唉唉唉 你不要误会啊 我可不是警察 我只是医院的一个首饰人而已 庞昊咳嗽了几声 嗯嗯 这个拿下罗贵城呢 最起码也得十万 还有 第九十四章 唉 拿下罗贵城啊 这价钱起码也得给我十万 还有 你们三个体内的骨 只能用这些粉末压制 而且不能根除 庞昊接过两万块钱 这转眼总共就是七万 上哪找这么好的活啊 嗯 如果想要根除你们身上的蛊虫啊 必须要去一趟云南 但是云南之行 恐怕惊险万分 你想一下 到处都是罗贵城这样的蛊狮 庞昊滔滔不绝地说着 云南之行有多危险 当然 他主要的目的 不光是要钱 而是不想带那么多人在身边 啊 这个费用那些都不是问题 曹俊超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这边谈好了价钱 龙豪等人就带着手下床了进来 看到罗贵城已经跟个废人似的 龙豪这才放心下来 哎 你果然是牛逼啊 一个好好的人都被你弄成这样了 龙豪很是不忍心地看着卢贵城说道 罗贵城的双手双脚基本上已经一味 浑身动弹不得 哼 要不你也试试 少废话 先把他送回去关起来 到时候我还要他带我去趟云南 啊 那解药你还没找到啊 阿斗诧异地问道 哼 找什么解药啊 龙豪自己都重苦了 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剩下的事情全都交给了警方 龙豪走出别墅 发现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着一个身影 龙豪眉头一皱 突然谨慎起来 只见那个人戴着一副仿佛是眼镜 下巴留着一点唏嘘的胡子 身上穿着黑色西装 年纪大概五十岁以上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 对方突然露出一丝微笑 没有任何敌意的微笑 邱总该回公司了 突然一个很年轻的小姐上来叫唤 身穿工作服大约二十五上下 那个被称为邱总的人 对龙豪竖起了拇指 一句话没有说 转身就走了 这让旁豪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哎 这个人有毛病啊 旁豪想了好一会儿 这才蹦出了一句话来 摇了摇头 转身回到龙豪的车上 盘膝坐下后座 凝神俱气意图想解决体内的蛊虫 然而 不管他如何使劲 始终是无法查看到蛊虫在什么地方 这还真是最致命的 尤其是蜈蚣骨 一旦被这种蛊虫留在体内 只有死路一条 本来以为龙豪等人在里面处理很久 没想到这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龙豪和阿斗两人便匆匆忙忙从里面跑了出来 龙豪火急火燎坐在驾驶室里发动车子 阿斗也跟着坐上来 好像被人追杀似的 迅速开车走廊 龙豪奇怪地看着一声不吭的两人 哎 你们吃了哑巴亏了 还是被罗贵呈下了鼓了 哎 龙豪啊 这下麻烦了 周洞村那边呢 又发生命案了 我们必须得过去 这次你在车上 顺便带你过去看看吧 龙豪说道 这时阿斗也回头说道 哎 我也只是想请你去看看 没有别的意思啊 进口周洞村 距离县城大约七到八公里左右 周洞村的背后 有几座连绵起伏的山 形似一条生龙腾翔 龙豪之前已经看过尸体了 的确是有些古怪 所以他并没有要求下车 坐在车内 看到这一道连绵起伏的山 龙豪赞不绝口 哎 这条龙脉看起来不错 山上一定到处都是鸡血 如果我猜的没错 周洞村啊 肯定过得很富裕 阿斗看了两眼大山 却没感觉到什么龙脉 倒是感觉 这山堆起来 有点像坟墓堆积的形状一般 这叫龙脉啊 阿斗好奇地问道 任何山连绵起伏 必定形成龙脉 但龙脉也分成很多种 有黑龙 生龙 蛟龙等称呼 而周洞村在龙头的位置 这条龙啊 应该是黑龙 这黑龙脉啊 很难找的 甚至一个线 不会超过十个黑龙脉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龙脉还跟着迈了个关子 龙脉和阿斗两人感觉 对这些从来不感冒 但跟龙脉混了几天之后 两人开始有些好奇心了 那怎么能分清黑龙脉啊 难道那山是黑色的 就是黑龙脉 阿斗问道 当然不是了 胡说八道 黑龙脉的形成啊 就跟你现在看到的形状一样 所有的山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根据我所听到的传言 黑龙脉之上会有一个生龙口 龙脉看两人没问到点上 只能自己说出来 呃 那什么是生龙口啊 龙脉呵呵一笑 摇了摇头 哼 那只是我听的传说 至于这个世界上 究竟有没有生龙口 那就不得而知了 生龙口是风水之中最为罕见的 也是最为宝贵的一个学位 只要先人葬在这个生龙口 后人必定宏福起天 子孙满堂 儿孙健康无病 这种学位不同于巨阴收财血 因为葬在生龙口 先人后代至少会四代同堂 而且不会遭报应 至于生龙口究竟是什么样的 如何形成 而又会如何诡异 那后文再来说 这一边龙嚎的车子是入周栋村之中 穿过村窗 直到前面没路 这才停下来 这里的山保存得很好 没有在山上开路 而且庞浩说的没错 周栋村几乎每家每户 都住上了小别墅了 哎 我真是服了你了 还没到周栋村 你就能猜出这里的经济状况 哎 这村里的人合资开了一家皮具公司 主要是做手带的 阿斗下车后说道 庞浩恍然点头 怪不得他们不用开发山上的土地呢 刚下车就感受了一下村中的味道 但没有想象中的清晰 只有一股人造皮革的臭味 看来真的是皮革生意的 味道就是难闻啊 在车子旁边还有两三辆警车 看来已经有警察到了 龙队长 果不其然 这时从旁边的警车里 走现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警员 下车就对龙豪和阿斗两人敬礼 哎 小杨啊 事情怎么样了 龙豪问道 报告队长 这件命案跟前一个命案一模一样 但地点不同 那个叫小杨的警员 面色无比严肃 龙豪点了点头 转身指着山道上说道 在前面带路 哎 是谁报的案呢 阿斗问道 小杨的表情还是很严肃 报告 是死者的父母报的案 因为死者失踪的时间过长 先是给我们报警录案 后他们自己去找 结果在山上找到他们女儿的时候 人已经死了 第九十五章 小杨按照刚才盘问的口供说道 这一路上 小杨简单地说了一下所了解的情况 死者跟上次一样 因为连续发生命案 这次连局长都过来了 连局长都惊动了 那局长有没有说什么呀 龙豪也为之懂容 呃 局长没跟我说什么呀 倒是问你到底来了没有 小杨说道 龙豪不由加快了脚步 有一件事 他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阿斗拍下的视频 给局长看了之后 虽然吃惊 但是他却相信 难道不觉得这些事很荒唐吗 这么容易就相信 甚至从来没有调查查证过 视频是否有加料 龙豪曾经想过 如果不是亲自遇到这种事 就算看到视频 也不可能会相信 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 不过还好 至少之前的事 也能圆满解决了 那些案子 虽然没有列入档案室 但却保密了起来 来到山谣上 此时现场已经被封锁了 在场外 正有一个人嗷嗷打哭 看样子是死者的母亲 而另外还有一个男子 在旁边路口供 了解各方面的信息 在封锁现场中间 还躺着一具女尸 旁边蹲着一个 身材微胖的身影 身穿警服 龙豪上来就快步跑了进去 站直身子 给那身影敬礼 刘局长 那微胖的人 正是刘局长 起身看着女尸 连头也不转 龙队啊 不是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吗 对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眉目啊 呃 报告柳局长 暂时还没有线索 龙豪的声音 不由小了一点 柳局长点了点头 也没有出言 责怪龙豪 上次视频里的年轻人呢 他有没有说什么 龙豪转头 看了眼旁号 摇了摇头 呃 他什么也没说 最近有点忙 不过 我这次带他过来了 柳局长一愣 慢慢地转过身 往封锁现场外面看去 龙豪此时 正站在现场外面 阿斗也没有进来 这些上级的事 他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不过 柳局长转头后 眼神一直盯着龙豪看 再也无法离开 龙豪眉头一皱 旁边有死尸 你不盯着死尸看 这是要干嘛呀 哎 海朗 那局长看着你 你是不是欠他钱了 龙豪推了推身边的阿斗 小声说道 阿斗咳嗽了几声 你才欠他钱呢 人家是盯着你看 该不会是怀疑你是杀人犯吧 我第一次来周董村 不能这么冤枉人吧 庞昊没好气地说道 但眼神一直跟柳局长对视 龙豪也发现两人对视 联盟转身站到柳局长面前说道 哎 局长 就是那位了 柳局长点了点头 绕过龙豪 静止往庞昊那走去 步伐轻盈稳重 气定神贤 他到底是什么人 庞昊盯着柳局长按道 越是这种感觉 庞昊越是戒备 哎 你好啊 我叫刘瑞 刘局长上来就伸手打招呼 要跟庞昊握手 哈 你好 我叫庞昊 庞昊面了微笑 然而当两人的手握在一起 突然有一股相似的灵力 从庞昊的掌心涌入 速度飞快 庞昊差点就惊叫出声 连忙松开了手 你 庞昊惊鹤地看着刘瑞 瞪他双眼 我看你非常眼熟 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啊 刘瑞没有任何诧异之色 估计是在视频上见过的原因 这世界上人那么多 我们是人口大国 长得相似的 何止我一个呀 庞昊对着刘瑞起了戒备的心 这个局长居然也有那么强大的灵力 刚才差一点就被刘瑞的灵力进入体内了 隐藏得那么深 怪不得之前的案子都那么顺利结案了 而且他还能安然无恙 原来有一个行家是局长啊 庞昊没有多说什么 也没有询问对方是学哪个门派的倒数 当然这些东西也不方便问 毕竟人家可是局长 有些东西不能随便说出来 刘瑞点了点头 但依然盯着庞昊的脸看 那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呀 不知道 但绝对不是自杀 庞昊肯定地回道 这时 一个身影突然从山下跑了上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三十上下的中年人 哎 让让 表叔 我回来了 刘瑞有些无奈地摇头 哈哈 哎 这是我老表的女儿 叫李雨儿 那天她刚好看了那个视频 对你那些事啊 很是好奇 庞昊冷海一冒 这是女孩子呀 表叔 我上去看了 上面没什么呀 哎 这不是那天我看视频里的 喂 真的是你啊 李雨儿惊喜万分 一米六几的高挑身材 十岁 脸蛋圆圆 有着一张娃娃脸 本来是下来报告的 但注意力都在庞昊的身上 刘瑞没有说话 跟着下来的中年人 开始跟刘瑞报告 刘瑞 之前案发的地址没有任何痕迹 刘瑞转身拍了拍庞昊的肩膀 但庞昊一直提防 手还没有碰到肩膀 却已经被躲开了 哈哈 你害怕我害你不成啊 庞昊尴尬地笑了一声 啊 没有 本能反应 刘瑞笑了笑 转而往阿兜看去 哎 我给你两天的时间 搞定之后 五万奖金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了 说完 那个中年男子一个眼神 那人好像明白意思似的 转身下山 哎 语言啊 你不是一直很想见他吗 今天带你过来了 有什么话 你自己跟他说吧 说完 他对着庞昊淡淡笑了笑 转身就走了 丽语言黑黑一笑 朝刘瑞摆了摆手 嘿 你好 我叫李语尔 多多指教 庞昊干咳了几声 笑了几声 也没说什么 小声跟阿兜说道 哎 你们局长怎么回事啊 看到我过来就走了 哎 你怎么不理人啊 李语尔看庞昊没跟他说话 没好气地问道 哎 我哪知道啊 等回去再说 现在先进去看看尸体 阿兜尴尬地一笑 庞昊冲小女孩说了一句话 哎 你表叔走了 你还不回去啊 说完之后 阿兜带着他走进了现场 尸体平放在地上 苍白的脸面朝天 瞪大了双眼 喉咙流下一道深深的鸽痕 是一名年轻的少女 大约十岁左右 李语尔朝庞昊追了上去 第九十六章 死者的年龄 跟躺在停尸房里年纪相仿 这年纪应该是个学生 有阿兜和龙豪两人 庞昊可以到现场 也算是特赦 哎 你们局长可真奇怪 过来又不查案 看看就走了 庞昊蹲在旁边 在阿兜手上 拿过一次性手套 伤口是不用查看的了 她不会像法医那样 去侦查什么伤口 被什么东西割的 哎 我说你什么意思呀 跟你说话怎么不理人呢 李语尔上来就问 阿兜连忙挡住女尸 无奈地叹了哭泣 哎 我说李大小姐 这里是命案现场 要问什么 能不能等会儿 忙完了再问呢 我又不是问你 李语尔白眼一番 庞昊仍然是不理李语尔 轻轻地把尸体抬起来 因为穿着衣服 所以背面什么都没看到 有没有可能 是被人下药后杀死的 庞昊好奇地问道 这个要带回去检查才知道 之前检查的尸体 倒是没有发现被下咬的痕迹 龙豪反应过来 听说局长过来 的确是吓得不轻 可是这局长过来 却没说什么 跟他唠了几句歌 然后就找庞昊了 但是仔细一想 龙豪又觉得不对 刚才柳瑞跟庞昊说话 给庞昊两天的期限 是什么意思呀 这没给龙豪两人期限 倒是给庞昊期限 感觉都有些凌乱了 哎 话说之前你也看到尸体背后 有道符了吧 阿斗问道 嗯 无意中看到了 庞昊点了点头 那你先到周围看看吧 等一下我就叫人把尸体 带回去 阿斗起身说道 的确 这侦查的事 庞昊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无奈起身离开现场了 说完了是吧 好 那个庞昊 你给我站住 李宇儿终于说话了 从进现场到现在 没有看过一眼女尸 庞昊走出现场 转头看着这一片山头 这一片山上 都是绿油油的龙须草 占据多数 稀稀疏疏的松树 倒是山还挺高 荒芜人烟 最为频繁的 还不是鸟叫 而是虫子叫声 这时 李宇儿上来 就指着庞昊 恶狠狠地说道 哎 你走快点 我把你推到山脚下去 但是 那白镜的脸上 却带着些许笑容 很显然 他也没有那个胆子 真的推庞昊下山 庞昊有些哭笑地摇头 我说 局长的侄女啊 你还是回办公室吹空调吧 好奇心怎么那么重啊 喂 你也太不给面子了 李宇儿嘴巴一嘟 三两步上来 一个飞脚 朝庞昊踢了过去 看这个架势 李宇儿果真是想 一脚把庞昊给踢下去 庞昊眉头一挑 身影稍微往侧边挪动了一下 哎呀 李宇儿一惊 脚踢在了空处 差点摔倒在地 还好穿着长裤子 不然的话 这些龙虚草 恐怕要扎得它不行不行的 哎呀 我的腿 我的腿啊 李宇儿抱着腿痛叫道 眼泪都飙出来了 庞昊侧过身 更是哭笑不得 哎 我跟你也没那么大仇怨呢 死庞昊 你快拉我起来啊 李宇儿飙着眼泪叫道 庞昊摇了摇头 毫无怜悯之意 上前推了李宇儿头一下 整个人躺倒在地 一字腿终于解开了 李宇儿含着眼泪 抱着腿说道 你个死人 不会怜想其欲吗 出手那么重 庞昊更是显得有些无奈 我也没动手打人吧 转身走到一边 山下就是周洞村 周洞村心心向荣 一片都是美好的景景 有黑龙脉的风水宝地 的确能给周洞村 带来不少益处 但是在查看之中 却发现了一个 格格不入的房子 房子就在村的中间 两层瓦盖房 看样子 约摸150平方左右 这就有些奇怪了 按照本地的风水来看 怎么可能还有这种房子呢 还是 某户人家舍不得这老房子 所以没拆掉 正这样想着的时候 那房子突然开始冒情烟 好像有人做饭一样 李宇儿缓过来了 其身朝旁好的手臂上 甩了一巴掌 差点又甩在了空中 你个死旁号 旁号不理李宇儿 转身看了一眼 正在侦察周围 细节的阿斗和龙豪 刚才已经打电话 叫医院的车过来了 博白最大的一家医院 停尸房也包含了脸房 所以 之间的关系还是有的 阿斗 要不我跟你到村里去查一查吧 兴许能查到些什么 旁号叫了一声 哎 我陪你去啊 李宇儿突然把刚才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了 旁号冷汗一冒 你在开玩笑吧 什么呀 好歹我也是练过的 我也是李嘉全的继承之人啊 李宇儿抓着旁号 去往山下跑 董叔 我跟他下去就好了 你们慢慢看茶 别漏了 不然的话 我表叔找你们喝茶 山下只有李宇儿的叫声 正要起身的阿斗 长叹了口气 哎 队长 有宇儿这丫头在 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咯 放心吧 至少目前是旁号那小子不好过 不过说实在啊 我养不出那么刁蛮的女儿来 旁号虽然很不情愿跟李宇儿下山 但看阿斗没有跟上也就罢了 只是他没有想过 哭笑不得 那才只是开始 哎 之前我们都在村里调查过了 没发现什么线索呀 李宇儿小声地说道 像是怕人听到 哎 问你个问题 旁号走在前面 这女孩子居然这么花朵 好像性格比较野蛮 之前在视频上看到你用手指 这样就这样就能弹出光来 李宇儿伸出右手 在不断地弹着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能教教我吗 旁号有些无语 从小到大 他一直就没接触过女孩 哎 我的个姐呀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能像我嫂子那样 那么温柔可爱呢 旁号暗中想到 他所指的嫂子 就是他老娘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当然不能一样了 从山腰一直到山脚 李宇儿的嘴一直就没停过 不是好奇那个 就是好奇这个 哎 你能不能消停一下 再不闭上嘴 我立马让你表书 送你回去 第97章 李宇儿一听这话 马上闭上嘴 果然 他是害怕他表书的 旁号下山后 没有去到任何一个别墅 而是直奔村中间的老房子 整个村的村风 都已经进入小康家庭了 唯独那个瓦盖房 现在因为是白天 还没到下班的时间 所以村里有些安静 各家各户 似乎都在做饭呢 山腰上发生了命案 无人问津 这村庄倒是显得比较独特呀 来到村中间 庞号差点就迷路了 这里的房子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哎 死庞号 你怎么知道 村里有这个地方的 李宇儿忍不住问道 瓦盖房 果然是两层的 大约就是150平方左右 在房子外面 还有两个大小不同的小孩在玩耍 其中一个大约七岁上下的小女孩 还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 厨房那边正想起炒菜的声音 哎 小妹妹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啊 庞号蹲下 看着那小女孩问道 那小女孩看了眼庞号 没有说话 转身就朝厨房跑了进去 哎 这小女孩的性子 怎么跟你一个德行啊 李宇儿突然又说道 庞号白眼一翻 这李宇儿真是够了 炒菜的声音突然停下 房间里传来几个沉重的声音 小女孩从厨房里跑了出来 庞号本来是想上去 问问这里的主人 然而没走两步 厨房门口赫然出现了一个 彪悍非常的女人 只见那妇人大约二十六七 身上扎着一条红色的围裙 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凶神恶煞的盯着庞号两人看 喂喂 这这妇女要干嘛呀 李宇儿摇了摇庞号的手臂说道 你不是李家传人之一吗 赶紧先去顶着 我去搬救兵 庞号后退了两步 想不明白这妇女要干嘛 李宇儿撇了撇嘴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女孩居然没退 而是一脸谨慎地看着妇女那边 脸上没有嬉闹的表情 那个大姐 我们只是来找你聊聊的 庞号抬手推了一下李宇儿 本来是想叫她掏出证件 然而李宇儿却误以为庞号叫她动手 往前两步 干脆就直接动手了 加快了脚步 朝妇女冲了过去 当真是有一夫当官万夫莫敌的气势 那妇女也二话没说 轮着菜刀就扑了上来 狠狠一刀 就朝着李宇儿天灵盖披下 庞号的面色一变 这一刀下去哪还了得 伸手正想抓住身边的孩子 以免真的闹出人命了 但是庞号还是多虑了 李宇儿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头偏了一下 狠狠一拳朝那女人的手腕砸去 谁能想到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居然能有这本事 那妇女没有料到 拳头着实是落在了她的手腕上 差点连菜刀都掉了 庞号倒是来了兴趣 反正目前李宇儿没什么危险 这么看来 这个李宇儿倒不是一无是处 一招落败 妇女弹起脚 朝李宇儿的腰间拽去 这妇女居然还学过 庞号皱了皱眉 伸手抓过身边不远的小男孩 哎 她是不是你妈呀 庞号小声问道 那个小男孩摇了摇头 嗯 这是我婶婶 婶婶 那你妈呢 我妈妈 没听过我妈妈是谁呀 庞号顿时无语 这个人可能跟她一样是任气的 只要任气之后 不能叫爸爸妈妈 那你叔叔呢 叔叔不知道啊 庞号一阵郁闷 也真是 找着小男孩问什么 才这么大一点 知道个屁啊 放开我儿子 果不其然 这是个任气的家庭 那妇女跟李宇儿 斗得不相上下 此时看到庞号正在跟她儿子说话 转身朝庞号扑来 庞号抱起小男孩 指着父女冷声说道 哎 你干什么 知不知道这样会吓着小孩呢 那妇女停了下来 丝毫不听庞号说话 菜刀指着庞号 咆哮说道 把我儿子放下 滚 庞号扯了扯嘴 把小男孩放下 但是 这小男孩却没有一丝害怕 似乎早就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老妈 哎 鱼儿 过来 庞号叫了一声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我们没有恶意 只是来问几个问题 李宇儿谨慎地走到庞号身边 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妇女 整理了一下柔软的发丝 周洞村挨家挨户都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 为什么你们 滚 再也不滚 老娘把你们大谢八块 那妇女指着庞号两人吼道 李宇儿还想动手 但是被庞号拉住了 没有继续问什么 带着李宇儿转身离开了瓦盖房 哎 你干嘛呀 刚才我差点就拿下他了 李宇儿小声抱怨道 我说你能别这么冲动吗 我是想叫你拿出警察证件 人家现在以为我们是来耻笑他们的 庞号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整个人都不好了 李宇儿尴尬一笑 刚才的确是有点冲动 那我们现在再回去 还是别回去了 现在已经得罪人家了 你拿证件过去 人家会怎么说呀 庞号无奈的叹口气 走到转角 却看到转角胡同尽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占了几个中年人 正在小声的议论上 这个寒有语啊 整天就知道发火 他老公都已经死了两年了 脾气是一次比一次都大呀 可不是吗 大的娃都可以送去读书了 冷是没有送去 哎 刚才发怒 该不会是这两个家伙给惹脑的吧 我看那八成就是 但怎么没被含有语劈死呀 庞号推了推身边的宇儿 哎 你赶紧拿出证件 这些人或许知道的什么 李宇儿拿出证件 来到几人面前 诶 诸位大叔大伯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你们全村都过上了小康生活 为什么单独含有语家 庞号问道 几人相互看了一眼 随之摇头叹气 似乎对庞号的话充耳不闻 转身离开 庞号一正 没想到这几个人那么敏感 连忙追上其中一个 哎 他说 我就想了解一下而已 对你们村中发生的这两个案子 可能很有关系 哼 能有什么关系啊 怪不得刚才韩有语会砍你 第九十八章 能有什么关系啊 怪不得刚才人家韩有语会恼火 原来是你跑去问这个问题啊 你也别来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中年人摇了摇手 转身往自己家走了 看样子好像才刚下班 庞号没有追过就问 毕竟他可是没证件的 有些无奈的转身 长叹了口气 哎 这几个人真胆小 我去问问别人家 李宇儿说着就要上前拖着庞号 庞号甩了甩手 哎 你能不能长点心啊 还上哪儿去啊 说完转身朝山居那边走去 李宇儿吐了吐舌头 没敢说什么 连忙追上庞号 医院的车已经到了 回到山脚下 正好把尸体放上车子 龙豪他们俩也下来了 其他人还在现场 等候上头给的命令 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线索 警员也只能在死者家里 调查一些细节 哎 龙队长 你赶紧带他回去吧 庞号丢下一句话 转身跳上医院的车 反正基本上都是认识的 哎哎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 局长叫你带着他 龙豪连忙叫道 但医院的车子已经开了 四旁号 我惹你了 李宇儿指着白车 恶狠狠地骂道 那么急赶着投胎啊 阿斗甚至还没来得及出声 只能无奈地摇头叹气 跟龙豪对视了一眼 呃 那个宇儿啊 我带你去找他 局长说让你跟他学习一段时间 龙豪把车钥匙丢给阿斗 转身坐到车的后排去 阿斗摇头苦笑 暗中想到 哼 庞号啊 这下你可惨了 我都不敢惹着李宇儿啊 从周冻村回来 几乎是跟龙豪等人一起到达 当庞号看到李宇儿 愣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种感觉不是讨厌 更多的却是无奈 回到停尸房 欣然和养法医老早就在这等候了 说是要检查尸体 不过不用解剖 而且这些尸体 人家父母还没同意解剖呢 脱下衣服 在女尸后背 果然有一道朱纱服 这道黄服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直接是画在背部 凶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让庞号很是好奇 哎 你过来 李宇儿拖着庞号走出停尸房 你给我说清楚 我有那么恐怖吗 跑那么快干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庞号显得有些无奈 不过现在 里面已经没他什么事了 你不回去上班啊 我还没吃饭呢 拜拜 这明显是不想跟他说话 庞号丢下一句 转身就想跑 哎 别跑 李宇儿三坐并坐两步走 抓住庞号的后衣领 话说 这李宇儿的身手 果真不是一般的 至少庞号还没遇见过 常人有这么好身手的 但仔细一想 李宇儿的表叔道行那么高 应该跟他也有关系 弯下腰一个旋转 双手抓住了李宇儿的手 踏前一步 一招过肩摔 说是直纳之怪 庞号的动作麻利 速度贼快 摔出去的同时 还被李宇儿扯掉了庞号的T恤衫 穿衣服的时候 庞号的身子看起来跟常人差不多 很弱不禁风的样子 但衣服扯下来 李宇儿的眼角不由抽动了几下 只见庞号身上的肌肉结实 腹肌六块 但除了这些肌肉之外 庞号的身上还有一些伤痕 背部 肩膀 还有腹部 不是腱伤就是磕伤 要么就是摔伤擦伤 这下可把刘宇儿给砍蒙了 哎 你放手啊 还扯着我的衣服干嘛 庞号扯了一下衣服 匆匆忙忙穿上 转身就走了 李宇儿从地上爬起来 虽然被庞号摔地上 本来还是要还手的 但看到庞号身上的痕迹 突然好奇起来 没有追上前去 奇怪地拍了拍身上的衣服 这死庞号曾经肯定是被人虐待过 庞号出去吃饭 给龙豪打了个电话 说是今晚要去周董村看看 吃过午饭 庞号正想回宿舍休息 谁知道看到宿舍门口 有一个陌生的人影 正站在栏杆处站着 此人圆脸 脸上有两个酒窝 以前没在宿舍区 看到过此人 庞号咳嗽了一声 那人看了他一眼 淡淡一笑 脸上的两个酒窝更加明显 你来找谁啊 庞号站到门口 头也不抬 打开宿舍的门问道 那人转头上下打量庞号 请问您是庞先生吗 你找我 我好像没见过你吧 庞号皱眉问道 我叫冯洪波 冯俊杰是我堂弟 他说最近挺忙 没什么时间过来 来人叫冯洪波 居然又是姓冯呢 庞号早就猜到 冯俊杰来不了了 听说他是三角村的人 顿时就放松了警惕 转身走进房间 他不是忙 是他爸妈不让他出来吧 庞号坐到电脑前 打开电脑 冯洪波跟着走进来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神棍 庞号说道 我绝对相信您不是神棍 我们村的小木屋 没人敢去 这可不是神棍能够解决的 那个庞先生 能否让我带本书 回去给他看呢 庞号一愣 他的父母都不让他跟着我了 还要修炼 话虽然是这样说 但庞号还是起身 到衣柜翻找了几本 有关于毛山树的书籍 还有阵法之类的出来 书本上显得有些破旧 封面还是二三十年前的 一张老报纸 上面还写着 诸经售卖的广告 如果不是庞号亲自拿出来 恐怕冯红波还看不出 那是不是毛山树法呢 诶 那个庞哥呀 我也可以学不 冯红波改口 小心翼翼地问道 哼 当然可以了 但是话我先说在前头 如果你想利用倒数 去为非作胎 那冯有一家就是你的下场 庞号看着冯红波说道 冯红波呵呵一笑 这个当然 这个当然 严肃点 不准笑 庞号转身坐回电脑前 里面画幅入门已经有了 等一会儿你出去买毛笔 学会画幅 摄灵入体的时间也不能耽搁 每天画幅两个小时以上 每天带沙包 晨跑至少一个小时 冯红波一听 立马就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他是听到冯俊杰说的神乎其神的 比较好奇 所以他也想学学看 先天体质不足 那就必须牢记筋骨 恶记体肤了 第九十九章 把方法都说出来之后 冯红波一一记到脑海中 还别说 这一获得记忆力 那还是挺强的 哎 你记住我说的几点了 千万不要给我一开始就用朱砂画斧 否则的话有什么后果 我可没空理你们 庞浩警告道 翻看了一下网页 看看最近的新闻 有那么一段时间 总是很频繁地发生一些意外 比如说交通事故 某某被杀 碎尸 这些案子一直以来都时有发生 那知道了 我一定会跟他说的 冯红波点头说道 被庞浩喝了一声 果然不敢再笑了 庞浩给冯红波找了一个袋子 对了 你吃饭没 吃了 那我先回去了 行 那你就走吧 我晚上还有事 要睡一会儿觉 庞浩起身送冯红波出去 这让冯红波颇受肿若惊 冯红波离开之后 庞浩这才回到房间休息 打开一首比较柔和的音乐 渐渐入睡 晚上到周冻村 其实现场是不可能找到什么线索了 庞浩怀疑的是周冻村里唯一一个落魄的家庭 也就是韩优宇的家 为什么全村的人都已经走上小康生活了 而韩优宇的家却住着90年代的威房呢 当然 庞浩不是认为韩优宇是凶手 人家只是贫困 跟杀人没关系 至于庞浩为什么要去调查韩优宇 这似乎连他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龙豪和阿斗两人也在好奇 不过庞浩没有说什么原因 所以他们老早就过来找庞浩了 但总有一个不想看到的身影 那就是李雨儿 这丫头居然跟着龙豪和阿斗两人过来了 哎 你别看着她了 这是局长交代的 让他跟着你一段时间 龙豪拍了拍庞浩的肩膀 一副默哀的模样 阿斗就更别提了 简直已经不想多说一句话了 抱着双手闭上眼睛 这一货本来就是在默哀 哎 死庞浩 这可不是我自己要跟过来的 我表叔都发话了 李雨儿嘚瑟地说道 得 你表叔牛逼 但我们先约法三章 如果你非要跟着 不准说话 否则的话 就算你表叔是局长 我也一样不撩你 庞浩认真地说道 还有啊 跟在身边的时候 最好不要一意孤行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私自行动 说完 庞浩抓过龙豪 小声在他耳边问道 哎 这小牛的功夫 谁教的 还能是谁啊 他李嘉全本来就厉害 加上局长培养 这丫头的功夫 比我厉害多了 龙豪没有避讳 直接正常说了出来 庞浩尝出了一口气 支支李雨儿 哎 听到了没 如果不行 你现在立马消失在我面前 李雨儿嘟了嘟嘴 行 为了查案 我义不容辞 少来了你 还为了查案 你就是孙悟空请来的逗逼 庞浩白眼一番 又开始从县城出发了 这一次是晚上 没有任何的命令 踏上小康村的村庄 小孩一般都是 失去童年回忆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这村子里的小孩 基本上都不出门的 在家玩平板电脑游戏 玩手机游戏 要么就是玩电脑 龙豪把车停在山脚 因为山脚 是一片大约200平方米左右的空地 空地中间 还建起了一个凉亭 周围是周栋村 停放车辆的地方 村子里到处都是路灯 团结程度可见一般 哎 庞浩 现在可以说一下 我们到这里来干嘛了吧 下车后 龙豪小声地问道 哈 没干嘛 去找本村唯一一栋瓦房盖 也不是说非得跟案子有关吧 但是我觉得这很蹊跷 庞浩转身指着一栋栋小别墅 你们看 全村都进入了小康生活 为什么会有瓦盖房呢 龙豪冷汗一冒 这是人家村子里的事 你没事找我们来 不是查案 反而是跑去找什么瓦盖房 你脑袋没问题吧 哼 你要是不想去啊 就跟着阿斗在车里吧 反正我稍好急 这不是没车吗 所以找你们带过来了 庞浩也没多解释 转身就走 龙叔啊 我今天去过瓦盖房了 那里面的女人可不简单呢 李雨儿说完 朝庞浩追了上去 阿斗和龙豪对视了一眼 再看看黑漆漆的山上 缩了缩脖子 只能跟上 大部分的房子 在前面都会有一盏路灯 整个村里 唯独中央有一个瓦盖房 瓦盖房里散发出 无私灯的光线 在村中显得比较特别 村子里响起了狗叫声 庞浩带着三人来到瓦盖房后 从后面可以看到 此时寒忧雨还没休息 为了防止寒忧雨发现 庞浩做出了一个近身的动作 以防还没到瓦盖房里 就会被人发现 穿过一条不是很长的胡同 来到瓦盖房跟前 房子里传来细小的电视声音 而且还是在二楼 你不会又想撕闯民宅吧 龙豪连忙拉住 正在往瓦盖房走的旁号 当然了 不然的话怎么找他问话呀 雨儿 这次你记得要拿证件出来 不然打死你 庞浩提醒道 然而话音刚落 庞浩又停下来 站直了身子 住进了眉头 看着幽暗的瓦盖房 哎 你干什么 不是说进去吗 李雨儿催促道 庞浩连忙从背包里 找出两片柚子叶 在上面画了一下 把柚子叶递给三人擦眼皮 哎 你们看到没 一股污碎而幽怨之气 庞浩指着房子那边说道 擦过柚子叶 往瓦盖房看去 天色黑乎乎的 但却是无法遮掩 那飘声的幽怨气息 哎 这怎么回事啊 意思是说 瓦盖房是凶宅吗 阿斗惊恶地问道 李雨儿反而兴奋了 差点没跳起来 哎 真的呀 我看到了 好棒啊 庞浩白了李雨儿一眼 不是凶宅的原因 这瓦盖房的引起很重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瓦盖房里藏了鬼 龙豪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不会吧 房间里藏有之鬼 不行了 不行了 庞浩 你还是自己进去吧 第一百章 漆黑的夜色下 几个身影在胡同中晃动 诡异的瓦房盖之下 散发着幽怨的阴气 气氛显得很不对劲 庞浩转身拉住正要离开的阿斗 哎 你现在回到车里也行 说着 在背包里找出一张黄服 嘿 哎 送你一道中奎得道所化的大将军驱鬼服 以免等会儿遇上鬼 阿斗打了个冷战 诧异的看着庞浩 不会吧 凉亭那边应该没鬼吧 哼 谁知道呢 等一会儿你两个小心点 庞浩把黄服塞到阿斗的手里 这才转身 每人给一张 庞浩没有理会阿斗 走到前面 看着幽暗的瓦盖房 阿斗转头 看看胡同口的尽头 村子里安静的可怕 甚至连基本的电视声都没听到 这个时间点 大家不都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呃 庞浩啊 我想还是不去了吧 那车很安全 我放心 看龙豪和李宇儿 都没有回去的打算 阿斗也不敢自己回去 庞浩走在前面 来到瓦盖房的中间位置 也就是 今天跟韩幽宇动手的地方 阴气显得特别的凝重 庞浩更加坚信 这宅子里肯定有鬼 只是 为何这家人还能这么安稳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 晚上别随便出门吗 正准备寻找阴气的根源时 突然一声嘶吼从楼上传来 把四人吓了一大跳 这是韩幽宇的声音 他是在骂小孩吗 婶婶 我再也不敢了 房间里又传来那小孩的声音 庞浩抬头盯着门口看 确定没被发现后 这才松了口气 韩幽宇对两个小孩的管教非常严肃 极为不符合现代人的标准 最让人奇怪的是 这两个小孩竟然被他训练成 处乱不惊的境地 庞浩闭上眼睛 孕集体内的灵力 用常人的眼睛无法看到鬼魂 道家人一般都用修炼法眼 所以很多人在没用柚子叶的情况下 也能看到鬼 再次睁开双眼 细细打亮显得比较冷静的瓦开房 此时只有一个房间亮着灯 是母子三人睡一个房间的 这么多房子为什么不分开睡呢 这一层里至少也得有四个房间 其他房间都是关着灯的 这寒幽宇的老公不在了 难道他的家婆什么的也不在了吗 按照这年纪来看 寒幽宇完全有改家的必要啊 哎 找到了 庞浩指着厨房旁边的门口说道 房门紧闭 外面还有着一道锁头 是比较老式的锁头 估计市面上都很少卖了 龙豪咽了咽多吗 哎 你真的确定 鬼就在那个房间里吗 嗯 八九不离时 我们是先上去找那个妇女问话 还是先进去看看这只鬼魂 为什么被关在房间里 阿斗撇了撇嘴 呃 呃 其实我说应该回去了 你都已经说了 这可能跟案子没关系 还跑人家家里干什么呀 你别忘了 这件案子给我的期限是两天 这可是你们局长给我的任务 庞浩也想不明白为什么 不过他不是奔着两天期限去的 而是奔着那奖金去的 现在这个社会 没房没车没存款 还有哪个女孩子能看得上啊 人家王小萌的男朋友 那可是富二代 反正那天看到王小萌 在豪车上走下来 他这心里就很不舒服 呃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话想问 那我们就先上去问一下吧 龙浩小声说道 我觉得上去问了之后 会跟今天一个下长 别说留下来 估计连房间里的鬼都看不到了 庞浩又说道 哎 我靠 你到底是来找鬼的 还是来找人呢 龙浩也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庞浩看了眼楼上 转身小心翼翼走到门口 我们先找这鬼魂 说不定他能知道什么 看了一下锁头 伸出两根手指 咬牙用力一扯 发出咔的一声 楼上的电视声音顿时变小 跑好眉心一颤 这点声音也能被听出来 想到此处 连忙招手让三人过来 同时出使尽声地收拾 谁在下面 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吏喝 庞浩面色一变 这门还没被打开 居然就被发现了 紧接着就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出来 一个身影飞快从楼上而下 龙浩和阿斗两人 差点就没掉头就跑 李宇儿紧张地抓着庞浩的手臂 又是你们 韩幽宇气愤地指着庞浩 以及李宇儿立刻说道 别动那扇门 否则的话 你们会死得很难看的 证件证件呢 快点 眼看韩幽宇就要过来 庞浩联盟催促身边的李宇儿三人 李宇儿也被吓了一跳 但那只是刹那的时间而已 看清楚是韩幽宇后 也没有多害怕 反正白天的时候已经交过手了 三人连忙从口袋里翻出证件 不好意思啊 我们是警察 只是想过来调查一下 警察 你们跑我家里干嘛 不拿出证件 韩幽宇还没那么激动 拿出证件之后 韩幽宇就好像更加暴躁了 指着三人说道 您先不要动怒 只是过来问一问事情 我们挨家挨户都盘问了 就剩下你家了 阿豆回道 庞浩站在门口 伸出手指 敲了敲门板 哎 先不要那么激动嘛 我问你 这房间里的鬼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管你们的事 警察怎么也关起 灵异时间来了 实相的赶紧滚 否则的话 我对你们不客气 韩幽宇指着 庞浩等人说道 这也算是 无缘无故 闯进别人家里来了 就算是龙豪等人 他也丝毫不客气 哼 那成啊 我现在就打开门看看 这里面到底是只什么鬼 庞浩冷笑一声 随手把门推开 吱压一声 大门敞开 陈舅的门脚 传来吱压的声音 突然间 一股非常阴冷的气息 从房间里穿了出来 引起赫然爆发 比刚才暴涨了 至少四五倍之多 庞浩的面色一变 连忙转身 就要把门关起来 然而 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房间里依然阴凉 但那两三只鬼 已经不在房间了 韩幽宇 连阻止的声音 都来不及说 就看到三个 身穿红色衣服的鬼魂 飞拨过来 好家伙 居然在房间里 关了三只厉鬼 哈喽 各位小伙伴 我是双面人 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 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希望大家能多多的订阅 关注 再加上评论 让更多的人 能听到我讲的故事 同时 要是觉得我播讲的 有什么不称心如意的地方 大家可以来跟我说 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去更改 争取做得更好 还有 大家喜欢听什么故事 尽管来跟我说 我会在你们推荐的故事里 选一些合适的 来录制免费的 让大家可以免费收听 大家可以来加我的V FU 零欧零欧零 就是前面是一个负 后面是零一二三的零 OK的欧 零欧零欧零 好了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 我的幸福是为你们需要 没点dock 不希望 请的 感谢观看